南無本師釋迦謀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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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詞 願解如來真實言 上一品我們就講到第十九品 主要就是一個功德 能夠聽聞妙法蓮花經 與及宣說妙法蓮花經的人 將會得到種種的身口意的功德 包括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 種種的功德 在上一品亦都講了 意味著當一個人能夠依大乘妙法 離一切上 知一切上如夢如幻 但是能夠在如夢如幻的世間 而行順一切執著生死的凡夫 順應著他們的恩怨 順應著他們的朱根性慾 他們的根氣的大小 他們的本性是怎樣 他們的喜歡是怎樣 順著他們的恩怨 而慢慢安納他們在如來的教導政法當中 這些名為大乘行 能夠入如來室 披如來衣 助如來助 這些名為法師 這些人去自利利他 不停去宣揚如來正法 自然成就 眼耳鼻舌身耳種種的功德 所以我們會看到 為何由最初凡夫地的人 一變變到像觀音菩薩 大世之菩薩 地藏菩薩 他們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 為何你眼可以看這麼多東西 耳可以聽這麼多東西 鼻可以聞這麼多東西 如是者 全部都是妙法蓮花經的功德力成就 現在雖然我們是他學生 但是我們聽到妙法蓮花經 沒多久跟他們一樣 這個就是這部經不思議的地方 他說 雖未得無漏智慧 雖然這個人這個身體 因緣果佈未正得圓滿的佛身 其所思為籌量言說 皆是佛法 但是這個人因為通達妙法蓮花經 他想的東西 計較的東西 部署的東西 將來的規劃的東西 言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如來所教的法 一模一樣 無不真實 全部都真真實實 亦是先佛經中所說 他不知為何他講出來的東西 原來過去佛講過的 感解 上次我們就講到這裡 這段主要是講述 幫我們記述 在妙法蓮花經的功德品 講述 妙法蓮花這部經 能夠帶給修行人 自然成就 如來的無盡功德 所謂六根門頭上放光明 常文心佛說法 好了 妙法蓮花經 常賓英菩薩品 第二十品 這品也是妙法蓮花經 相當重要的一種教法 裡面佛是講述它 以往行菩薩道的時候 修行恭敬卑下 因為原來恭敬卑下 你才有因緣 聞到妙法蓮花 如果你共高我慢 志士好高 好為人師樣樣指指點點 你是斷 離開了妙法蓮花 好似十方如來無量菩薩 他是非常恭敬眾生 所以才發願導引一切眾生 成本正覺 留意下 他是恭敬眾生 所以這一品當中 是佛說常不興菩薩的事跡 常不興菩薩就是佛過往生菩薩的事件 佛告得大世菩薩摩科薩 佛對著大世菩薩就是這樣說 他說假若有人用惡口 就是惡毒的言語 毀罵、罵、摧毀 即是說人家 本來他建成一件事 他特意去摧毀他 匪旁 匪 我們看到這個字都怎樣 言之一個非 即是不正確的言論 就叫做匪 即是硬硬曲解的 旁 即是 你說直 我說歪 硬硬去咬曲 就叫做旁 不正確的言論去咬曲 正法的人 持法法經者 誹謗一個法法經 依法法經修行的人 這個人 不要讓他講話 聽他半成都死 你誹謗他 罵他 什麼什麼 噩口罵他 這個人 大件事 獲無量無邊大罪報 即是有人罵觀音菩薩 有人罵地藏王菩薩 有人罵佛 你說這個果報大不大 為什麼 你罵所有眾生的福田 你怎麼背得起 你得罪所有眾生 因為他是所有眾生的福田 慈父 他說過去有佛 講一下 他獲無量無邊大罪報 沒得講了 這個罪報大到不得了 等於罵佛 他說過去有佛 佛講出一個典故 告訴我們 曾幾何時 亦有修行的人 留意一下 不是外道 不是惡人 是修行人 犯了一些 類似這樣的罪過 他說過去有佛 明威陰王如來 這個佛叫做威陰王如來 入了滅了 經過正法 正法都毀滅了 去到像法 記住 我們看佛經 遲些都會看到 凡是見到像法 即是那個世界沒有佛 有佛一定是正法的 不會有佛叫做像法 他說正法時期 亦即是告訴我們 佛已經入滅了 進入正法時期 OK 好了 在像法當中 即是佛不在世 在修行當中 曾上萬比丘 有大勢力 即是因緣果報 一些共高我慢的人 共高我慢的人 有很大很大的勢力 舉個例 現在末法時期 佛教用一句說話叫什麼 摩強 發躍 摩強發躍 是不是邪屍很多 是不是邪屍有大勢力 類似這樣 是不是那些人 就會吸引到什麼人 吸引到那些 希望不勞而獲 對嗎 希望求大力量保佑他 或者自己覺得 跟到個大法王 大... 搞定了 我跟到個聰明 有什麼他照著我 我願不願供養他 諸如此類 如果真是求法的人 他不是求力量 他是求法 留意一下 求法和求力量是不同的 他說在這個威恩王如來 入滅了之後 仗法的期間 那個世界 出現了一個現象 就是曾上萬的出家人 有大的勢力 好像什麼什麼會長啊 什麼什麼法王啊 全部很有力量 收攝著很多眾生 但是 他們是共高我慢 意思就是說 著想 不著想的人有沒有我慢 不著想就沒有我慢 著想就有我慢 意味著 我是高 輕慢眾生 所有人低過我 這樣就產生我慢 所以 你看人高 你是沒有我慢的 但是你看人低 你就我慢自己會生 自然而生 好了 以前有一菩薩比丘 當時有一個菩薩的比丘 名為常不卿 我這裡揭衷了他的身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大綱 是幫助大家 看回品的時候 知道裡面的內容 所以 不需要賣關子 這個28品的大綱 是幫助我們 已經聽過《妙法蓮花經》 或者看《妙法蓮花經》的人 知道那一品 在講什麼內容 提醒自己 就是常不卿菩薩 是釋迦牟尼佛過去的化言 凡有所見四眾修行人 只要他見到有人學佛修行 四眾即是在家男在家女 出家男出家女 佳息禮拜 個個都盡心禮拜 讚嘆當得作佛 哎呀 你們修行中 你將來一定成佛了 哎呀 你將來成佛了 你將來一定成佛了 所有眾生在他眼中看 即是全部在未來佛 留意一下 這個人是真真實實流露的 不是說虛假 有些人修行 是說我修恭敬 他是做出來的 但他內心未必真的傾服你 未必真的當你是佛 但是他口都說 哎呀 你是佛了師兄 你是佛了 那些叫做棄言 學佛 很多人在修行棄言當中 但是這個人當然不是棄言 是真真實實 而且戒息禮拜 因為我知道 依佛修行的人一定成佛 他正在禮拜 我禮拜什麼 我禮拜未來佛 讚嘆當得作佛 這個人一定成佛 時四眾之中 凡是曾上萬的人 對這些行為 是很反感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心有高低 什麼叫高低呢 他尊重的大法師 大修行 大修行是否高呢 你普通人可不可以做大法師呢 不行 他又高低 他見到你 當然你對著大修行 你拜就沒問題 你對著剛剛學佛 你又說他是佛 他們很反感 他覺得他們未有級數 你為什麼拜普通人 你就當他是佛 太普通了 是不是佛很尊貴的嘛 所以凡是曾上萬 即是心有高下的人 接受不到這件事的 所以四眾之中 有生親為 親即是猛診 煩惱 為即是 簡直是憤怒 很生氣 嘻 又見到他 這個人 好鬼死衰的 是人 是人都拜 搞到我們節福了 可能會有這樣的現象 真是有世間有這些人 生真為 心不正者 心不清淨 惡口罵言 就罵了 就會罵 就罵這個 這個菩薩比丘 他說 你者無知比丘 你們這麼無智慧的人 從何所來 你是誰來的 你現在是誰學的 誰教你的 自然我不輕語 而與我等授記 你為我們授記 你是什麼資格 即是諸如此類 你說我是佛 你是佛嗎 難道你是佛 就說得我是佛 你也不是佛 你為什麼為我授記 因為他心有高低 他就看不起這些人 自然 我不輕語 你就說 我不敢輕視你 而與我等授記 當得作佛 接著他說 我不用你這麼好心 我等不用如是虛妄授記 我是不會 你省下聲 你走 你不要見到我就拜 哎呀我節福 有很多人不會這樣罵 罵他 我們這幫人 不用你為我授記 我承不承佛 佛會告訴我 要不要你 用一種什麼 用一種輕妙的態度 去對著一個 真心修公敬法的人 應該要這樣看 你就知道那個分別 這個人是真心恭敬眾生 其實如果一個人真心恭敬你 你就算接受不到 我們是否都應該 好言 哎呀師兄 你不要客氣 我們大家都是 未來的法 是吧 你不用這樣對我的 我們一起禮佛 是否應該這樣 是否互相恭敬才對 你怎會人家恭敬你 你怎麼去罵人 你看到 但是 曾上萬的人 他是因為他心有高下 高下的意思是 我見高就什麼 見低就怎樣 是啦 這樣就曾上萬了 因為我根本看不起你 在他的心 完全不恭敬你 好像 有個故事 佛印禪師和蘇東坡 蘇東坡問他 你看我像什麼 你像一堆佛 你像佛 蘇東坡說 你知道我怎麼看你嗎 你怎麼看你 我覺得你像一堆屎 佛印禪師 哈哈哈哈笑 蘇東坡回來告訴妹妹 妹妹說你輸了 又輸了 我說我像佛都輸 是啊 他說你心 人家心有佛 所以見你就像佛 你心有史 就見到人家有史 就像佛史 真的 是真事 如果你恭敬人 你會看見人家好 對不對 你輕秒人 你當然看見人家不好 對不對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 一個很簡單的比例 就是你越恭敬一個人 你看人家越好的 你不恭敬他 你輕視他 你看到他什麼都差 就是這麼簡單 是啊 就是不順眼 我們要知道 原來 驕傲 有狂妄的人 一遇到這個法 會彈走 小心 佛要講這個舉例 告訴我們 修行妙法年花 必須對一切眾生恭敬 他很蠢 都要恭敬 他很多壞習慣 其實你都要恭敬 因為為什麼呢 他是未開始修行的佛陀 這樣看你就能接受到的 OK 繼續下去 他說 更以 還蠢 橡木瓦石 而打窄枝 中庸棍 撿起樹枝 木棍 就扔他 那不小心就扔不到 國耳那些扔到的 雅石 撿起爛雅的石頭 就扔他 而打窄枝 但是這個 常北京菩薩 比丘 由高聲唱然 這個人真是面皮厚 真是 我這樣罵你 這樣扔你 你都不生氣我 還要大大聲 說回 我不敢輕於與等 我不會輕視你們的 你們現在對我這樣 你未明白 我不敢輕視你的 與等皆當作佛 那對於曾上萬的比丘 更加刺激他 豈有此理 我頂你 你還這樣說話 因為他已經不接受 你怎麼說都不接受 但是這個菩薩 仍然沒有去 因為人家對他的打麻 不尊敬 他就 令到 我不恭敬你們這班 我恭敬另一班 這班都不行的 是惡人來的 我離開他 他沒有 他仍然是一樣 嘩 這個真是 要告訴我們 修行妙法年花 你一定要有這種胸襟 才行的 好了 到底這個常北京菩薩 比丘又如何呢 是比丘 這個比丘 欲忠時 臨欲忠時 即是 年幾大 去到壽命終結的時候 即死了 臨死 那意味著告訴我們 他是否由他開始修行 以一切眾生作佛 就被人打麻到他死那天呢 是咯 是咯 肯定沒有人讚他 好了 但是虛空中 據聞 威陰王佛 就聽到 臨死那陣呢 離流之間 聽到虛空當中 聽到過去 威陰王如來 先所說法 花經 二十千萬億計 就是 啟 裡面的啟仲 的內容 全部明白 所謂啟仲 是讚妙法 年花經 啟呢 在十二部經 當中 三藏十二部經 當中 這個體材呢 屬於蟲蟲 就是前面講的一番道理 很多佛經裡面 有些斯文 這樣 對評則 對押韻的 講出來 那些叫啟仲 蟲蟲 就是蟲說 剛才講的那番內容 那這二十千萬億計 就代表了 有無量 威陰王在生 那時候 講大乘法 怎樣菩薩度生 怎樣利益眾生 怎樣無厭 怎樣大悲 他突然聽完 好奇怪 一聽 適能授慈 一聽就知道為什麼 這個呢 因為很多 我想在座 都有很多人 將會上這個 弘法徒師培訓班 我講少少我的經驗 在我培訓班裡 已經加了這些東西 為什麼我這麼夠膽 說你們將來一定得 因為大家 可能會經過這種感覺 就是我在培訓班的內容 已經編賣 我曾經在我求學佛法的時候 我發過願 觀音菩薩 你教我佛法 我明白了之後 但願我到處去用最簡單的說話 講到每一個人都明白的 其實我試過類似的事情 但不是問二十千萬億計 當晚我睡覺 我太太都一起 突然兩人一起紮成 為什麼 很多魚 撇魚 濕了 我沒有摸到水 但我太太一起 隔了起來 她整面水 她說 自此之後 因為我們念觀音 我早上看的經 晚上 一睡覺就看回 一看就明白 你講不到給別人聽 你沒有證據 你哪裏有證據 你說是否真的可以 我感覺過 是可以的 一定可以 問題就是 你的願是不是真的 你有沒有跟她發過 有多少人懂得發這些願 沒有的 世間上不相信 信也不敢做 亦都不懂 還有你發這些願 你是要告訴菩薩 我將來要告訴別人 你有這樣的心願才可以 你告訴別人他緊張 你做老師 你做醫生 沒有 我學一下 看看感冒吃甚麼藥 哦 你想吃藥 可以 這個人說 不是呀 我都希望幫一下我爸爸 你幫爸爸 行行行 我教多些你 不是呀 我打算把你學那些藥 我全都教人 你全都教人 我現在先教你 一樣的 所有眾生一樣 菩薩都是這樣平等去化道 不過 你說了 你表態 你學之前要表態 求菩薩教你 你說我學了之後 我要到處告訴別人 你一定會認識的 是呀 很快的 這些就是 好像 這個常斌英菩薩 因為修行恭敬 以一切眾生作佛 已經合乎 諸佛菩薩 道眾生的條件 你不求他都教你 所以 林玉忠時 就得到威欣王親自教他 講過的 二十千萬億計 適能授慈 什麼叫授慈 全部都心領神匯 在做緊 原來他一向都這樣做緊 為什麼 值得遇上眼筋清淨 以鼻舌身意 根清淨 因為原來他這種行為 就是 是以妙法年花經修行的榜樣 那個內容來的 所以就成就出眼耳鼻舌身意公得 八百公得 千二公得 八百公得 千二公得 如是者 有三個八百 三個千二 好了 得是六斤清正乙 奇怪的事情出現了 更增壽 二百萬億奶油他稅 長不長命 大家想不想長命 不到你說 為什麼呢 他是願力來的 這個願力 當然這個世界 一定是化身的世界 我們是胎身的世界 胎身的世界不同的 但是 菩薩的應化 什麼都會發生 因為沒有人知 明天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的 那你的壽命 跟什麼有關 跟眾生有關 跟你的願有關 所有佛的壽命 佛國土的壽命 全部是這個修行人 要度這班眾生所攝取 而這班眾生的福力 招減這個國土的連限 如來住世的時間 不是如來定 是他要度那班眾生定 所以 因為菩薩已經離一切上 不會染的了 生死對他來說是幻化 好像做戲 那場戲要做多久呢 其實不是那個主角定 是那個劇本定 劇本那班人是這樣 應以何身得到 現何身而為說法 而已的 不染的 好了 在這個 常斌興菩薩品當中 這個常斌興菩薩 應是恩怨 要度威陰王座下的 這班弟子 他爭受二百萬億奶油他稅 廣為人說是法花經 集中講妙法年花經 留意一下 一個臨死的人 都很老了吧 那我不知道他壽命幾多歲 他不是一百歲二百歲 我也不知道他幾多歲 總之爭益那個壽命就長得不得了 那如果增益那個年限 跟他在生的年限 比 寶寶仔 是不是呢 還有這麼多生命 所以我說 原來 當我們一行妙法年花 我們的歲數計不到 儘管我這個息生不在 那個願力就會令到我再生在這個世界 為什麼呢 因為我願 沒有離開過我 菩薩以願為用 那這個 常彼丁菩薩 在這個世間 在威陰王的佛土 廣為為眾生 說妙法年花經 於是 四眾見其得大神通力 只不是前面罵他那班 扔他那班 打他那班 本來以為他死了 原來沒有死到 哇 整個傷痛了 哇 有大神通啊 種種善 種種的神通 因為你眼耳鼻視生意 六通都通 圓滿了嘛 展示出很多神通方 很多歲相 為眾生說法 變才無礙 拗說變才 大善直力 即是說 入於三媒當中 能夠演繹一切的妙法 問其所說 哇 那時候聽就不同了 因為 他們給了個上涉 是否曾上萬的人會給上涉 一定 你說 這是甚麼人 沒有 這是跟李嘉誠一起做生意 是嗎 是呀 最大的夥伴 在歐洲整個系統 哦 陳生是吧 是不同了 這個不是 普京的老友 哎呀 普京的老友 是胡錦濤的好朋友 親戚 唉呀 是否會給上身份涉 因為 人嘛 凡是有高低 曾上萬的人 一定會給這些身份涉 一定 所以他一見到這個人 這麼大力的話 嘩 世間未見過 立即怎樣 皆順服 隨從 立即跟回他了 不用說厭意懺悔 要啦 對不住 即是有眼不識太閃 對不住 小孩子不識世界 是吧 對不住 有怪莫怪 通常都是這樣 難以避免 因為他們穿這些相 他亦都很希望 你能夠原諒他 不要捨棄他 不要不救他 或者不要不利益他 對不對 他們不想失去這些利益 好了 是菩薩 復化千萬億眾 但是這個菩薩 不止 導引這班 曾經罵過他 打過他的人 還化道 再化道 千萬億的眾生 令著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令到他們 全部 行在盛佛的道路 這個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遲些你們在弘法導師培訓班 就會知道 有些人學佛 不是為這個目的 有些人學佛是為甚麼 將來好 好的離開 壞的走 離苦新天 世世享福 世世做天人 這些叫做為甚麼 為將來 即是離苦得樂 的目的 不是為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有些人不是的 我出家 我解脫 我覺悟了生死 我自己解脫生死 那這個為甚麼 為解脫 又不是為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甚麼叫做為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甚麼叫做 令著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只有一件事 就是我要成佛 我令一切眾生成佛 你為這個目的學法 你就是叫做 令著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將來所有宏法導師 你不理你最初 因甚麼恩緣 來這裏聽經 你最終的結局 一定走這條路 這是我的責任 你來聽之後 我一定令你住在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這個法當中 命中之後 這個 講這個 常斌卿佩優 得值二千億佛 再遇到有二千億佛 佳號日月登明 都叫做日月登明佛 於其法中 說是法化經 以是恩緣 伏值二千億佛 同號雲自在登王佛 於此佛法當中 亦都授詞獨眾 為諸四眾 說此經典故 原來這個常斌卿佩優 圓在威欽王國土當中 還去過二千億日月登明佛 再遇到二千億 雲自在登王佛 雲自在登王佛 在他們的國土 都是講妙法蓮花經 所以因為生生世世 常說這個妙法蓮花經 得是眼清淨 以鼻舌身意朱根清淨 於四眾中說法 心無所謂 在一切佛法當中 有沒有部位呢 第一 他看到了真相 所說的東西一定對 他會不會害怕 不害怕 他知道了所有法演變的結果 完全洞悉 他說的法會不會害怕 我們害怕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猜一下 不知道真還是假 當然害怕 你肯定那樣東西一定是這樣 你會不會害怕 不害怕 所以得無所謂 於一切眾生的根基 煩惱 問題 全部療如指掌 能夠應病與虐 恩基鬥教 自然心無所謂 好了 這個是他將來演變 講回在威欽王 得罪過他的四眾弟子 講回了 是被親上萬四眾 曾經罵過他的在家裡出家男出家裡 以恩為義 恩為義 親 即是猛整疾到 為之怒火的意念 曾經對過這個常不興菩薩 興賤常不興菩薩故 看看他的結果是怎樣 二百劫 二百億劫 常不值佛 不聞法 不見爭 佛法爭 見不到 二百億劫 在輪迴生死道路當中 見不到佛 見不到法 見不到爭 當中有千劫 在阿秘地獄受大苦惱 是否有人會誤解 常不興菩薩這麼小器 得罪了也不用這樣罰人 會不會人家這樣想 關不關常不興菩薩的事 不關 果報自焦 記住 地藏望菩薩 背面飛 一人飛 多人飛 與人共飛 賢劫千佛滅道後 這種不敬之罪 仍在大阿秘地獄受極大苦 對不對 我們看到 何況 你說這些大菩薩 你怎可以用 惡口惡言 輕萬智 我以前舉一個例 就是好像一個人 不懂得核電廠的危險 小孩子 亂按 你覺得結果會怎樣 他不知道 他亂按 不知道 不是一個問題 你亂按 那是一個問題 對不對 你不知道 不是一個問題 你亂罵 那是很大的問題 我罵完就當沒事 你以為 不可能沒事 對不對 一個皇上 或一個億萬富翁 落難的時候 你給他那碗粥去喝 那碗粥來的 你知不知道 喝完那碗粥你會變什麼 不知道 對不對 那碗粥 不是這樣算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 你一定要明白 為何佛要苦口婆心 說這麼多次 凡以妙法 年化經生行的人 事人說的話 就等於佛 因為他沒有曲解 他如佛所教 所以 因為打罵過常不興菩薩 這個因果的現象 千劫在阿秘地獄受大虎老 然後我再問 常不興菩薩 救不救到他 答案是救不到 因為你罵過 他因緣果會必定出現的 所以佛曾經有一段時間 有些經典記載 佛一成佛 他想入滅 不想救 因為為什麼呢 他一說 外道 當時印度很多外道 一定攻擊你 一定罵你的 那些渠壇沙眉 你什麼這麼厲害 我們的師尊 我們的師父真是最威 他一定罵你的 他說我們是道眾生 我不是令眾生墮地獄 我寧願入眠 四天王 諸天的凡王 勸請 佛知道有基 即是有根基的眾生 在等著佛 認一個恩怨 他要道五比丘 一千二百五十個大阿羅漢 五百羅漢 他要道這些眾生 所以應基而住世 所以我們要知道 很多時候 為什麼我們不去大事宣揚去講經 什麼宏法導師培訓班 我們不想 因為為什麼呢 有緣的人 自然會到 如果你到處去宣揚 你會有很多人來 但是是不是 每個都想學法的呢 未必的 但是你會有多少人攻擊你呢 不少的 那我何必呢 對不對 我們默默耕耘 除一個恩怨 還有 你們上到來這裡聽經 我有沒有叫過你們來聽經 沒有的 是你們自己想來聽的 對不對 這個就不同了 是不是認一個恩怨 我不會說 好像我很多年前 二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 開始講經的時候 有人說 哎呀 不好意思啊 金師兄 我那天不得閒了 我捧不到你唱 你聽經 你聽經不是捧場的 沒有所謂的 你聽經有恩怨就聽 你唱歌就捧場了 是吧 我買票的嘛 捧場 我講經都捧場 不用捧場的 我說 該聽自然不會來聽 我說 我不敢說後面那句 即不該聽那些 就不會來到的了 敢不敢說 這個事實上 講經是講恩怨的 好了 我們要知道 千劫 我被地獄 常不經菩薩救不到的 不是罪而 完了 所以地獄罪報 地獄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慘法 是要 我們說五無間罪 如果讀地獄經的人都知道 除非業準 方德壽生為下賤人 對不對 我們會知道一件事 那麼地獄王菩薩在做什麼呢 我講的題外話 原來他在等著 等著你記得一佛明 一菩薩明 一匹之佛明 地獄人 他在生聽過一下 他記得的 一記一叫 救到了 這個就救到了 只要你記得 一菩薩明 一佛明 一匹之佛明 一句一解 大成經典 做無法善事 地獄菩薩有力 拔到你了 就是在等著這個訊息 在這個世間 是否等著同一件事 答案是 譬如 地獄王菩薩 不懂的 我爺死了 我想和他做些事 行不行 行 是否善事 是呀 報師了 放生 中下經 行 行 念地獄王菩薩 行 行 行 又撿一個 但你明白 菩薩在做甚麼 等著恩緣 真是等運到 等著恩緣到 你的恩緣一到 便救到你了 恩緣不到 說甚麼都沒用 因為再跟你說你罵 不能說 妙法連發經 更加 所以妙法連發經 不可輕傳 不可以輕傳 一罵 你只是害了他 不能傳 OK 所以我們要知道 那個恩緣果報的關係 完了這個聚報 其實常不興菩薩 他怨力已經披覆住 他實於上不興菩薩 所以 福於 常不興菩薩 教化阿紐多羅 三秒三菩提 因為在常不興菩薩眼中 他們是不是未來佛 是啊 那常不興菩薩 教你成佛的方法 你便變成未來佛 一定是 即 禁此會中 釋迦愈來就說 就是 今日現在坐在這裏聽這班 哪些呢 拔陀婆羅 五百菩薩 師子月等 五百比丘 尼斯佛等 五百丘婆塞 五百丘婆塞 當年在威陰王的時候 就是罵過我那個 這班 現在在這裏做 常不興菩薩成佛 那這班弟子呢 都做了佛的弟子 聽完佛法 佛戒於阿紐多羅三秒三菩提 不退轉者 都能夠得到這一種的成就 當之是法花經 大遙遗諸菩薩摩科薩 能寧至於阿紐多羅三秒三菩提 佛拿自己修行 作為一個藍本 給眾生聽 你要知道這部 妙法蓮花經 是最大最大搖益 一切菩薩摩科薩 成就他們度身的恩怨 令到度身的恩怨成就 而能夠令到這個菩薩 成就無常正等正覺 那釋佳如來 算不算一個 一個比表者呢 一個榜樣 版來吧 我當初就是這樣 我經過了二千億佛 二千億佛 都是這樣 然後我在一一佛所 都是宣說妙法蓮花經 所以能夠令到我 眼以鼻視身意清靜 所以釋佳如來 與身俱來 時間一度 就顯現完完 正等正覺 是不是眼以鼻視身意 全部通達法界本體 甚麼都知道的 為甚麼 因為妙法蓮花經 你說這本經是不是寶 最大的寶藏 只要我們能夠依照它做 為人解說 令眾生發 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你就合住這部經的功德藏 事故 諸菩薩摩科薩 這個就是符足 如來講完這個典故之後 就交託了一個責任給學生 所有 這個諸菩薩摩科薩 即是一切菩薩摩科薩 於如來滅後 常應授詞 讀眾解說書寫是經 包括觀音菩薩 地藏菩薩 文殊普賢菩薩 所有菩薩都要這樣做 這是佛陀的付託來的 交託給你們 你要在這個世間 為甚麼呢 正如我所講 末化時期 惡世眾生多 菩薩多不多 多 菩薩總很多 那你不宣說這些點點著它呢 一點著就禮了 一禮就誰都按不到 為佛與佛方知而已 好了 這二十品 第二十品 主要記錄 佛講他過往生 為常不英菩薩 因為修行恭敬卑下 而窒得妙法蓮花經 因為依妙法蓮花經 在無量佛所宣說修行 所以能生生世世 靜倒眼耳鼻舌生意清靜 亦能夠廣道一切眾生 甚至乎連毀罵他的眾生 都能夠在成佛以成佛的佛身 去導引他們 皆得不退轉於安紐多羅 三妙三菩提 好了 二十一 妙法蓮花經 如來神力品 第二十一 那麼呢 這一品呢 主要是講述什麼 如來神力 慰護 宣揚這部經 依未著 佛陀附足給一切菩薩 要一切菩薩 摩克薩都依妙法蓮花經 以及宣揚妙法蓮花經 之餘亦都講 一切如來 共所守護 不用怕 你不要怕 沒有力 力多到你不信 以時 千世界未曾等 從地湧出的菩薩摩克薩 記不記得我們所說 有很多很多 有六萬行河沙 菩薩摩克薩 從地湧出的 他們佳於佛前 你這個時候 守護了 法源 於世尊分身所在國土 適家牟尼佛 分身的世界 記不記得我們要看 這個寶藏如來 他說你想見我適身嗎 除非現在這個佛 即是適家牟尼佛 所有分身諸佛都集會 那我就給你一個新建 東南西北四圍上下 十方 每個方向 各有五百億行河沙素諸佛都現身 記不記得有些印象 之前我們講過 這裡就講了 在這麼多佛 他們身邊的所有菩薩 都發源在他們的國土 包括釋迦牟尼佛的 這個世界的菩薩 都在這個國土當中 發源滅道之處 有任何如來滅道 在那個世界 當廣說辭經 一定會 當即是必定 定當 廣說 怎麼說 不是對一個對一個 是一個對無量那麼多人 去宣說這部妙法年花經 發了怨 發怨是代表甚麼呢 是我今日未做到的事 我誓要將來做到 這個叫做大誓怨 對不對 所以怨呢 是指現在做不到的 現在做到要不需要發怨呢 是不需要 現在做緊了 因為我現在做不到 我準備將來 一定是這樣做 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 鎖定的 始至不移的叫做誓 誓甚麼 怨是目標 我此誓要圓滿這個心怨 叫做誓怨 叫做誓怨 好了 因為發出了這種大誓怨 十方如來 宇宙虛空的清淨本體 有個特殊 一個特點 一個功能 只要有大成人 不理甚麼國籍 不理甚麼民族 他的願望是利一切眾生的 是利落一切眾生 而向虛空發怨 所怨必成 一定成的 所以觀音菩薩 銀聲救苦大怨 法藏彼憂 四十八大怨 這些都是怨來的 如果有個人說 怨我來這個世間所做的一切 全部回向這個世界的眾生 令眾生得甚麼甚麼利益 甚麼利益 他這個怨都圓滿到的 不只是 我這個怨 只是包括過去的菩薩 你這樣發怨 你就是現世菩薩 都合得到的 將來如果有人同樣發這些怨 都成就的 那你一知道 你說多好呢 是不是 流口水 即是說你所怨甚麼 你就向我虛空發怨 只要你真就行了 還要你依怨而行 那你難得過法藏彼憂 涉過極樂國土 不難得過了吧 是不是 極樂國土都涉到 那何況我們小小的心願呢 是不是 還要到一切眾生都可以 四十八大怨 每個怨都要很久收的 你要收多少個怨 你才家裏有個千葉蓮花生出來 你才可以收到有八公德水 有七保持 有亭台流角 怎麼可以收到一切眾生生的 你國土不死的 一生成辦佛事 你說這個功德多大 你收多少劫才可以 他都成就了 何況我們現在小小的心願呢 所以 以怨為用 是菩薩的特點來的 在《妙法蓮花經》 亦都講解到這件事 好了 當如來聽見這些菩薩發了怨之後 即時入定 佛即現大神力 展現出無量的威德力 大碎相 出廣場涉相 即是涉根所說的聲音 遍滿虛空 這個廣場涉是有個相 即如來的涉可以周遍法界 放無量無數的光 遍照十方世界 意味著如來圓滿 凡在佛前發願 誓願守護宣說這部《妙法經》 《妙法經》的菩薩摩可薩 這裏已經說了 好了 接著 佛陀再對民主私利法王之菩薩摩可薩 就這樣說了 於是當時誓專於民主私利等 對民主菩薩與及 無量百千萬億 救助 娑婆世界菩薩摩可薩 及 諸彼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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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 天龍夜叉賢達伯阿修羅 加留羅 錦拿羅 摩侯羅 人非人等 一切種前 好了 意思是說 當釋迦禦來 展現了神通之後 對著 在會的學生 包括由文殊思利 和無量無邊 曾經 六萬行俄沙菩薩摩可薩 對著他們 與及 娑婆世界所有的菩薩 在會的各位 比憂比憂來 娣婆瑟代是再加男 娣婆瑞代是再加女 天龍八部 夜叉賢達婆阿修羅 錦拿羅、摩侯羅、騎家劉羅等等 這些我們統稱為天龍八步 即是天界的所有眾生 一切中前 上至凡世 即是凡天 凡天之上 即是色界的四善八定 再上就是無色界 這裡指有色上的天界 凡天 一切無孔 縱寶樹下 獅子座上諸佛 他說一切現上至凡智 以及一切無孔 所有縱寶樹下的分身諸佛 是不是東南西北四圍上下 各有五百億行河沙素諸佛 即是這個意思 一切佛都聽到 逆福如是 出廣場涉上 所有如來都好像釋迦貿尼佛那樣 展現出這種神通 放無亮光 並告上行等菩薩大眾 記不記得上行菩薩就是 六萬行河沙的四位上手菩薩之一 對著這六萬行河沙的代表菩薩 上行菩薩 就說了 諸佛神力 無量無邊 如來的神通力 精神通達力 有沒有得衡量的 沒有得衡量 有沒有邊際的 沒有邊際 為什麼 留意一下 就這句說話講解一下 記不記得我說 我們的生死 是一粒微塵裏面在轉 過去又轉 現在又轉 將來又轉 佛說其實我們的知覺 你生生世裡有知覺的 昨天的知覺 今日的知覺 明天的知覺 大凡天王的知覺 人的知覺 鬼的知覺 畜生的知覺 原來知覺是沒有生死的 不過你被熱力包裝了 但是佛也說 這個名為色 在宇宙虛空這個本體 是沒有生過 亦不會毀滅 這個名為空 當我們的知覺 完全合著空 可不可以用一粒微塵和虛空比 乃至算數譬如所不能及 明白嗎 比不到的 跟著如果這個人的願力 功德力 大威神力 是騙滿整個宇宙虛空 不動的 是不是過去的東西 他知道 現在的東西 他知道 將來的東西知道 不單止 過去的東西他改變到 現在的東西他改變到 將來的東西他都改變到的 你可不可以我們用一粒微塵 去測度虛空的能力 測度不到 所以 如來的神力 精神通達的能力 有力在那裡 他可以改變東西的 力 有幾大呀 沒有得測度 有沒有邊 沒有邊制 是 為竹類固 竹 即是負竹 分負 類即是交託 要交託一些很重要的說話 說此功 此經的功德 由不能盡 現在以如來的神力 所有功德 沒有辦法盡 以妖言之 重要來的 即是總括來講 這句說話才厲害 如來一切 是所有之法 如來一切 自在神力 如來一切 所備要之狀 如來一切 甚深深之事 皆於此經 都是源自這部經 聽上去 好像很誇張 實質上 都好像形容不完 我覺得 為什麼 留意一下 我們凡夫 做什麼都是有個角色的 我 追求那些 自己想得到的東西 那你這些生物的價錢就是這樣 下生又追求不同的東西 下生又追求 皇帝好 總統好 有錢也好 上天也好 那很厲害了吧 下世又不同了 好了 修行出世間 由追的東西 開始連盜拉尾 連追的心都沒有了 噗 沒有了 葛恩 阿羅漢 那有沒有力量呢 沒有 因為他沒有力量 他覺悟了 何來有力量 一行妙法蓮花經 就看到了 由無心 變一個心 由一個心 騙千萬億的心 千萬億的心 騙滿過去的宇宙 宇宙的過去 現在 將來 騙滿虛空 騙出 無量百千萬億的心 無量百千萬億的心 有 回向無量百千萬億的恩火 發無量百千萬億的榮怨 攝取無量百千萬億的佛土 成就無量百千萬億的佛身 你猜這種力量大不大 是哪裏出來的 知道不是這部經 厲害嗎 這部經 這樣體驗你就知道了 如果這樣說 那是甚麼來的 我不知道 我們煩惱 我甘國衛 他有甚麼名 這個人有甚麼名 為自己的生死 追求自己的目標 你的因果就是這麼多 力量就是這麼多 但是 出世間 我全都扔了 啊 厲害了 不染 那就顯亂虛空清淨 但這個不是 是不染的時候 進入世間 在過去 發完善億萬新營 現在發完善億萬新營 將來又發完善億萬新營 全部成佛 回向法界 你猜這種力量有多大 大不大啊 即是 能使過去 現在未來 諸佛 都能夠讚嘆 是不是這個法啊 這個法就教我們 人人都醫著去這樣做 你想成不成佛 行不行啊 真不好意思 原來不行 一定成佛 留意一下 那個分別在這裏 你說這個法 在世間上 還有沒有一個法 可以跟這個法比啊 沒有得比 那你說 那他大還是金剛經厲害呢 金剛經是世上第一 稀有之法的 原來一樣 那就是離一切上 行一切善法 對不對 我誓救一切眾生 諸菩薩摩可薩 不應邀 如是韓伏其心 所有一切眾生之類 卵胎森化 有想無想 有色無色非 有想非無想 我皆另入無 如涅槃而滅道之 是不是過去眾生我又有道 現在眾生我又有道 將來眾生有道 虛空戒盡 眾生戒盡 眾生業盡 眾生煩惱盡 我此大怨無有窮盡 念念相逐無有間斷 身怨怨業無有皮厭 但是如是滅道無量無邊眾生 但你要知道 沒有眾生是真的 是不是這個法來的 一樣的 大乘法 只有一種 就是離一切上 行一切善法 就是這個法 就是妙法 不過在妙法連回聚會當中 佛用這樣的方法說給你聽 是金剛經當中 佛用對著這幫人 用另一個方法說給你聽 那項目一樣 問題你有沒有法眼看到呢 所以這個法 是一切如來備要之法 是不是三世如來從此經出 由這步走出來 都是這個法走出來 所以這個叫做世上第一稀有之法 又通了 十方諸佛 無論他在哪個國土 哪個世界 都是在講這個法 去度菩薩的 抓到了 OK 這裏我特意刻意解一下 為何這個法 這麼重要 秘不秘要呢 凡夫明不明白 不明白 異成人明不明白 外道明不明白 不明白 外道有我 異成空 只有大乘菩薩才能明白 是不是大乘法 是呀 一成 菩薩成佛成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如來一切甚深之事 皆於此經 宣事顯說 去宣講 展示 顯現 解說出來 如果沒有這部經 千言萬語怎麼講 講不到給你聽 OK 記得了 釋迦牟尼佛 在這個世界 講《妙法蓮花經》 是有故事的 有個在這個世界的恩怨 什麼 微勒文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為什麼會放這些碎相 然後有衰陀提 有很多 有四利佛 很多人問 但是其他佛國討講的《妙法蓮花經》 當然那個情節未必是這樣 但是內容一樣 內容是說什麼 《無量而經》 《無量而經》 《無量而經》就是 菩薩修行一法 可以集得妙法連法 集得阿納多羅三秒三部題 成佛的 應該怎樣 以無相為體 這一法 名為無相 但是無相而已 興起 對一切眾生生死 興起悲憫 然行順一切眾生的諸根性慾 然一切身形 為一切眾生說法 因為眾生無量說法無量 意義無量 所以這個法 名為無量而 這個就是《妙法蓮花經》的妙法 很具體 所以 你一觸到重點 你怎樣講都可以 你舉什麼例 去講什麼故事都可以 因為 不同人有不同的故事 自然有不同的過程 我告訴你 但是我看過過程 我最重要明白方法 方法就是這個 好了 事故與等 佛就附足了 同學們 菩薩們 你們 與等只是你們 於如來滅後 應一心授慈 應專心一意 不要再求其他東西 就是向著這條路 只有一條路 就只有這個法 一心授慈 你一切相 行一切善法 服侍一切眾生 以一切眾生作如來相 對 讀眾 朗 朗 宣讀 解釋 為人解說 書寫 浮誓 流傳 漁說修行 好似他教你這樣做 作為你修行的法門 所在國土 在一切的世界 一切的國家 我在美國好 加拿大好 在香港好 澳洲好 不管哪裏 哪個世界 哪個國土都行 若有授慈 讀眾解說 書寫 如說修行 若驚卷所在之處 所住之處 當之即是道場 這裏是諸佛的道場 修行的道場 是大學的意思 佛教的大學 道場 修行的地方 有這部經 能夠醫治去做 或者有這樣一個人 之前我們講過 如果有個人 醫妙法蓮花經 他一生去過的地方 在那個地方起塔就行了 這個人就是偉人 你紀念他就行了 因為他在做如來的行為 這意思 在京卷所在之處 當之即是道場 諸佛於此 得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一切佛會在那個地方 會得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你今天來聽那個妙法蓮花經 其實已經定了你的 我經常都講一句 不好意思 你沒有想著得的東西 你會得到 因為你聽到 平日我會不會講 一定不會 為什麼 沒有因緣 沒有因緣 沒有因緣不能講 講了 人家都未必受用 一定是要做到詳釋 宣說 兩個原因 來聽的人 一定是求法的人 對不對 有原因 第二 你一宣說 十方欲來 無數菩薩都加持 加持得到兩樣東西 第一 令整個道場清靜 攝心 令所有聽的人 專注受用 所以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你們來聽經 好像特別容易明白 特別容易理解 明白了之後 覺得很容易 很應該這樣做 為什麼呢 這是佛力護持的 菩薩的加備 有些人說 不知道來到這裡 覺得很舒服 現在知道為什麼 當然不是你 不是我 是吧 就是佛力加備 為什麼 這裡是地方 正在做如來的工作 是吧 正在宏法 正在度眾生 諸佛於此 轉於法 十方欲來都加備 修行的人 說法的人 去轉動 如來所教的法 好像車輪一樣 不要讓它斷絕 不停去轉動 諸佛於此 而幫涅盤 在當中而成就入滅 圓滿而死永亡 得成佛果 意味著 有這個法的地方 就有佛 能夠碰到這個法的人 都會成佛 將來你成佛的你 在看著 那時候我不是在聽這個法 在這裡 因為佛看三世 實看得到你的 走不掉 實看回自己 原來這樣的恩怨 我才可以成佛 我聽到這番說話 一樣這個道理 好了 這個就是說 佛 發願 佛的光芒 守護妙法蓮花經 守護一切 妙法蓮花經 修行的人 就是第21品 名字叫做什麼 先回覆一下 如來神力品 如來以神力 守護伊妙法蓮花經修行的人 以及宣說妙法蓮花經的人 道場 以及聆聽妙法蓮花經的修行人 好了 第22了 妙法蓮花經俗類品 第22 大綱來的 如來神力 慰護宣揚此經 哦 如果有人不只聽 不只學 還要發願 我要宣揚這部經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讀的這個 弘法導師培訓班 將來 你們所宣揚的 只不是就是妙法蓮花經 不過我不用這個名字 法一模一樣 你將來看就知道 你知道我多苦心 我會寫一些東西 因為我怕太大了 你會害怕 是不是 你正在做 那就是了 是的 那就是了 那就可以了 很容易 你覺得容易就容易了 原來很奇怪 你覺得難就難了 你做到便容易 你做不到便難 就是這麼簡單 我唱歌 我唱不到 難不難 難 你唱到 很容易 用些來覺得 總之很奇怪 懂你覺得容易 不懂你覺得難 就是這麼簡單 OK 好了 足類品 意思就是 又是了 吩咐了 剛才講出了這個法的威德力 跟著 吩咐弟子 你要怎樣做 怎樣做 怎樣做 好了 留意一下 如來是有動作的 如來神力 為護宣揚這部經的所有菩薩眾 以時釋迦牟尼佛從座 從法座起 適咐玉來 本來坐在多寶佛塔 和多寶玉來坐 排排坐 起床 為甚麼起床 重要事 現大神力 展現出種種的光芒 伸出金色的手臂 腐竹 教託 你們所有聽過這部經的同學們 菩薩們 我現在有重要的工作交給你們 以右手 三摩無量菩薩摩可薩頂 三作是言 凡是講三次的東西 即是代表 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 很重要 必須要記得 摩三下頭 摩著講完一次 再摩再講一次 再摩再講一次 感解 即是爸爸 臨離開這個世間 抓住大仔的手 阿仔過來過來 你做大仔 我的家產 我的生意 我的家族 交給你的 做甚麼 因為還有很多小子 是吧 你做大家 你要看著他們 你要整個家族 你揹起來了 即是臨走 將所有的東西交給 交給個大仔 這種行為 三作是言 我於無量百千萬億劫 柯生其劫 我在無量無邊百千萬億 數不盡這麼多劫 收集是難得的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法 我修行 由凡夫地證到佛的無上正等正覺的智慧 這些法門 由凡夫進入意誠 意誠進入菩薩 菩薩進入佛 這種法 我修行三大柯生其劫 無量百千萬億柯生其劫 才得這個結晶 這個法門 今已付足余等 我將他交給你們 菩薩摩薩 余等當壽詞 你們應該要接受 命了你要秉承行詞 不單止 你還要多謂朗讀 朗讀 朗讀 宣讀 廣宣此法 去教你的眷屬 你們的眷屬 因為你教你們的眷屬 你才能成佛的 你不教可不可以成佛? 不行 你的眷屬不講這個法可不可以成佛? 不行 留意一下 一代傳一代 OK 我們現在正在做這個工作 你將來都會繼續做這個工作 因為為什麼? 真不好意思 你做了宏法道士 我不認識的 我甚麼都不認識 可以的了 上得來就是因緣到 上得來沒有多少你就認識了 到現在你們都可能很狐疑 我不是真的認識的 我未聽過 跟你聽不聽過沒有關係 跟他因緣有關係 記住 我講的東西你們到現在都聽得明白 你知不知道你聽過《妙法蓮花經》 你出去跟別人說 如果你真的明白的話 你會嚇到很多人 因為很多人看著《妙法蓮花經》 因為很多人看著《妙法蓮花經》 讀了一輩子都不知道他講甚麼 有沒有這些人? 有的 你現在拿去《妙法蓮花經》 你講得給我聽 不過未必講得完 也未必講得這麼細緻 但是大綱你會知道的了 你講到的了 你有這個大綱再接著 引導了 你很快就會拿到重點 告訴別人 一點都不困難的 跟著怎樣? 廣宣此法令 令多少眾生? 一齊 留意一下 令一齊眾生 普德文之 如果不合班那些 那你怎樣? 等下先 但是都要告訴他 即是有沒有眾生你不教的? 沒有 是不是這樣? 他未講得就等 好像小孩子 你跑步專家來的 他剛好學行 那你怎樣? 都要等 他走都不懂 你怎樣跑步? 是啊 你快過流場都這樣說 是不是? 他未行得就 未跑就未跑 那你自己知道 但是一定是交給你的 因為他跟著你 所以 記住 甚麼時候教是時間 一定教是責任 是這個意思 令一切眾生 普德文之 普即普及 所有都聽到 聞到 知道 這樣解 是菩薩的責任 來的 好緊要 這個 是教託 附足 所以 者何 為甚麼我要交給你們 為甚麼 一定要你傳這個法 一定要所有眾生 交給你們 你們想盡辦法令他們聽完 醫著去做 用你這個方法去教他們 和他們有因緣的眾生 這樣就可以了 如來有大慈悲 如來的慈悲 這次 片複虛空 過去 現在 將來 無漏的 成為 廣大 圓滿 無外的大悲心 你留意一下 是不是 廣大即是沒有邊際 圓滿即是沒有缺漏 無外即是沒有阻礙 所有眾生 所有世界 如來的大悲心 都被批覆了 有沒有慳論 無諸慳論 會不會說 我不捨得 這個法是我的 這個法很厲害 我不捨得教 有沒有不捨得教的法 如來 沒有 只有 到時間學 未來的眾生 就是有這個分別 沒有如來的法 是說 不捨得教眾生 如果我們要記住一件事 有沒有 眾生修行 不捨得教人 留意一下 中國人 做師父 當然是 師父教徒弟 當然是留有一手 當然是這樣 沒理由這樣 有些 我這些法門 只是教自己親生兒子 我不會教外面人 有沒有 有 世間人 外道 有沒有人說 我們這個教很高 那些法門很厲害 不捨得的 你聽的叫做道法 是吧 沒有人 沒有人教的叫做道法 記住 如果一這樣說 就是外道 佛法沒有慳論的 如果有個人說 我轉佛珠念過 不讓別人碰 記住 這些不是佛法 很清楚的 如果有個人說 你要拜了我為師 我才能教你 不是佛法 留意一下先 有了這樣的角度 標準 我們可以放眼世間 以我所知 以我看到 很多叫做佛教的門派 都離開了 因為 為甚麼呢 佛入滅後 太多外道 拌了來佛教 是在講佛經 是在講佛法 但是他們的心 有所住 限倫 他美其名就說 不行的 我們要跟基 其實不是 你是不是我的派呢 甚麼叫跟基 不跟基 是不是你的派呢 是不是叫你做師傅呢 不叫你師傅 你就不教 是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的 普德文知 是一切眾生 你都要教他的 我教你恩果 是不是一定要的 我教你諸惡莫作 忠善奉行 創造美好明天 用不需要一定 你做我弟子 我才教 不用的 菩薩不是要收弟子 菩薩是教育 好像爸爸媽媽 有責任要教好你 不是受靈 是不是真的 我們記住一件事 還有 你要你出生死 菩薩也是要你擺脫一切生死 要你發菩提心 行菩薩 要你度一切眾生 你才可以成佛 是個恩事 來施教 這樣就很緊要 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定要知道 諸佛無限論 亦無所謂 不怕的 所以你說 你胡說話 你不怕 我怕甚麼 我依佛說法 我有甚麼好怕 我有沒有離開佛法 佛是否這樣說過 但我是否不尊重其他人 我尊重他們 但是我對於這種慳論法 要告訴眾生 這些不是佛所教 佛對一切諸法 無所慳論 亦無所謂 你問我甚麼 我所知所言 我如法如理 答你 能與眾生 與就不是和 是吸與的意思 能吸與眾生 佛的智慧 為甚麼呢 這個法 能夠令菩薩摩薩 說法無謂 能夠利落一切眾生 佛的智慧 如來的智慧 因為自然的智慧 妙法年花經 就能夠產生 這股力量 令依經修行的人 依法修行的人 能夠說法自在 能夠無所謂 能夠於一切法自在 無憲論 來落一切眾生 如來是一切眾生的大師主 師主即是譚悅 我們那些凡文液過來的 漢文的專有名詞叫譚悅 師主即是說 最大報師者 有個人說 我們這些不可以說那麼多 為甚麼呢 蝕天機 佛法 如來是宇宙間 接最大天機的老師 甚麼叫天機 你不懂的東西就當天機 就是現象道理 這麼簡單 你知道現象道理 你就懂得掌握你的將來 知道如何改變 如何利落眾生 如來是宇宙間 最真誠 最坦白 最誠實 施語一切眾生的大師主 對不對 由哪個人可以 所以 好像佛這樣施語 我問你 你可不可以施捨你的家產給人 你不一定給我 你可不可以施捨家產給人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屋施捨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權位施捨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權位施捨 你所有東西施捨 你看佛陀有沒有 佛陀權位有沒有施捨 他要不要做皇帝 不做 父親 妻兒 一切福樂 連自己的生命在菩提樹下 都可以施捨 是不是大師主 不是一生 他生生都是大師主 於法 還有沒有慳論 有沒有說 我不教你 我有沒有這種觀念 沒有 所以 所以 行妙法蓮花經的菩薩們 應該要學如來這種心量 猶如虛空 能捨一切 與等 亦應 除學如來之法 佛對著菩薩摩柯薩 所有文殊菩薩 觀音菩薩 微勒菩薩 地藏菩薩 佛就這樣教他們 你們 都應該要學習 如來這種能捨之法 陌生限倫 千萬不要 有分別之見 這個我不太疼他 這個我疼他 我留給教他 不用 不要 如來對一切眾生 盡佳平等 外護 於未來世 在未來之世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信如來智慧者 如果你遇到 有一些善男子善女人 相信如來的智慧 相信如來是圓滿的 當為其演說子法花經 當我們剛才說的定當 一定的意思 你必須要為這些人 看對機會 為他講妙法蓮花經 一定 使得文知 令到他聽聞 知道 了解 原來 原來 一個菩薩不講妙法蓮花經 是太多 同不同意 如果一個菩薩不推行妙法蓮花經 不精進 沒有盡責 對不對 我們要盡責做人 你是佛的學生 你應該盡責做佛弟子 盡責做佛弟子 如果你發了菩提心 我要行菩薩道 你是不是應該要行菩薩的行為 所以 我們要知道 千方百計 引領所有信佛 學佛的人 將來一定要明白佛花經的道理 使得文知 為令其人得佛為故 因為只有他聽到這個妙法蓮花經 他決定成佛 沒有得不成佛 令到他得佛的智慧的緣故 若有眾生 留意一下 有人聽到不信 那怎麼辦 不信受者 如果有眾生 不信受 你一對他說 我信婚 想好的離開 不好的走開 沒有那麼偉大 我知道是好 但你跟我說我怕 你這樣我不敢信 有沒有這些人 有的 世間上真的有的 好了 若有眾生 不信受者 不相信 亦不接受 是不是這麼厲害 是不是這麼厲害 我問你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先問你 為什麼會那個人不信受呢 是因為這個人的因果 根基 對不對 雜氣 是不是貪真痴很厚啊 是不是很掛外生死啊 是不是在當中有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啊 而且這個想法呢 我們記住一件事 我們跟一個老師學習 雖然學生很多 但是有些人呢 摊開個心 你教我什麼 我學什麼的 有些人不是的 我想為了不同的目的來 聽聽你說的東西 哪些適合我去用的 我不會跟你的 世間有很多些人 我想賺錢的 我來聽聽你佛法 可以說很厲害 求什麼有什麼 就來聽聽 嘩 要做那麼多事情 不適合我 我求的 又要道眾生 又要講佛經 又要包容人 不行的 人包容我差不多 有很多不同人的根基 好了 若有眾生不信仇 不接受 不相信的話 當於 如來如心法中 是教理起 知不知這句為什麼 如來不是有很多方法教眾生啊 是不是我們將它 文化道士培訓 將來就是要學識這件事 怎樣去跟眾生分類 我們分開小學生 中學生和大學生 這是我分的 我覺得很好用的 小學生 當然是學得小學法的 中學都學不到 中學生 你不要跟他講小學 他不要 他跟他講中學 但他又上不到大學 你教他中學好了 好 如果大學生 大學生你就不要做些小學東西 他都不對 中學東西他都覺得 他都不追 他學大學東西 那你怎麼看呢 其實看他學東西 我的目的就知道了 將來呢 有很多實戰的 有很多 因為我講了二三十年 我很充足的 這些數據 這些資料 材料很多 怎樣去分 眾生的類別 一看就知道 所以你一講那個說話 一定會講到他 很開心 很想聽 他一想聽 這個無量而經教 善觀眾生 尊豬根性慾 投其所好 他講的一件事 定會得了 你這樣做很危險 那什麼危險 地獄 那什麼畜生 那這樣就輸 對呀 那這樣就贏了 對呀 有道理 先引你 世間的事 如來所講的 因果法 是不是法 對呀 解脫法 是不是法 大乘法 是不是法 分三類 你在這三個category 三個類別當中 你分到 你愚法自在 很容易解決了 所有的問題 與等 若能如是 如果你們這班 菩薩摩克薩 能夠這樣做的話 則為 以報諸佛之恩 我們說上報四重恩 是吧 喏 我們信佛的人 是不是要發四弘元 是吧 要上報四重恩 是吧 哪四重恩 諸佛恩 父母恩 國王恩 眾生恩 對嗎 好了 諸佛之恩 是這樣報 那我是凡夫 我報諸佛恩 怎麼報呢 受五戒 三歸依 孝順父母 行善子惡 那就報恩 是吧 那二成人呢 二成人就 不要染三世假象 當勤修清淨 立志要出來生死 如舊頭賢 如小水魚 這是二成人 大菩薩呢 大菩薩報佛恩 又不是了 將如來的工作 拿過來 阿爸 不用你這麼辛苦 讓我來 行了 你退休吧 我揹起了 是不是這樣 揹起了 就是這樣做 很簡單的 原理很簡單 這樣就明白了 如等略能如是 你們能夠這樣做的話 即是 代表了如來 在一切世間 行緊佛事 則為以報諸佛之恩 這一點呢 就是竹類 竹類呢 老實說 如果我們學法 學佛 沒有一個抱負 沒有一個責任 你沒有成就 你只是聽 有很多人很危險的 他們花了很多時間 他們喜歡佛法 很喜歡佛經 經常看 他只是棄論 在當中 滿足自己的求之欲 阿錦江經 我看過哪個法師寫 這個寫得這麼好 這個寫得怎麼樣 這個居士寫得好 他只是比較 他沒有依照去做 這本經是怎樣 這本經是怎樣 這佛像是怎樣 這個徐堂時期 那些東西 只是知識來的 跟修行無關的 有很多人 就是 將自己的時間 擠在文學 歷史 宗教 派系 法門的高低 去比較 在一說 我們修行的病態 我們就會把這些病 全都挖出來 你們全部知道 宏法導師必須要知道 修行期間 會發生什麼病態 我都避開了 見到同學有病 不小心也要提提 他 有病的 修行很容易病的 為甚麼呢 不是佛法難學 是我們業力太重 集氣太多 救慰 與佛法無關 但是佛已經講了很多 癖毒的方法 我們一早打底 我這個班 有預防針 全都打了 全部免疫 你一看便知道 問題在哪 接著問你 怎樣解決 我又想到解決方法 這樣才是導師 認識佛法 不是只認識佛法導師 還要知道眾生根基 又是知道 還有 知道修行會出現什麼病態 你都知道 那你怎麼開藥荒呢 很容易 OK 繼續 布諸佛之恩 佛三摩無量百千萬億菩薩摩薩頂 而去講這番說話 摩頂有一個叫壽記 我給你一個印記 有一個叫附足交託 將一個很重要的責任交給你 佛重要的事 講三次 菩薩聽完 都回應佛三次 當然了 是不是地藏經都有講 唯願世尊後 不以後世惡業眾生為累 地藏菩薩都應三次 好了 是 諸菩薩摩可薩 哇 你有沒有想想 如果佛 在這個法會當中 摸著你的頭 跟你講完 你會有什麼感覺 是否很有感覺 那你會怎樣 你會 你放心 可以了 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 因為各個菩薩都跟了佛 不是一生一世的 無量生 無量世才成為菩薩摩薩 有些是法王子菩薩摩薩 佛入滅之前是否交給你 不交給你 交給誰 當然了 是不是 菩薩estabādab 聽到之後 如何 皆大歡喜 很開心 遍滿其身 法器充滿 原來 是交了最大的法 給我了 是不是很開心 亦加恭敬,比平日更加恭敬 屈曲,屈功,屈慎恭敬 真是多謝到不得了 低頭,合掌,向佛 三反,驅法,聲言,三次禮佛 等著上行菩薩,文殊菩薩先說 菩薩有神通力,所以在他的說法中很奇怪 在講《無量異經》當中,有八萬菩薩以大莊嚴菩薩為首 很奇怪,他問一個 如來,我們想學一些 可不可以教我們 疾正阿紐多羅三秒三菩提法 他問這個,是多少人問? 是八萬菩薩一起問的 菩薩有菩薩有神通,一起問就一起問 我們不可以,當然是不可以 但如果我們都知道說什麼 一個說就個個都一起說 是吧?OK 好了,那是怎樣的? 三反,即是三次反覆地 驅法聲言,一起發聲 就是這樣說 如世村斥,斥即是斥令 命令這樣解釋 通常呢,下級 承諾上級 上級要給命令,下級去秉承這個命令 他說,老師你的吩咐 老師你下達的命令 他當命令,執行 當具奉行,具即是具足 一切會十足十做完 當逢一定會全部做完 你不要擔心 這樣啊,為言 為言,世尊,願不有累 我們只希望,如來你放心 你不用擔心,不用掛淚 即是大兒子說 行了,爸爸你放心 你退休吧 公司交給我 家族交給我 後輩交給我 你吩咐我,全部會做完 是不是這樣?三次這樣說 以時,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知道這幫人 授記、付託 三次的認可 發願、發心 已經知道一定得 跟著 就跟在會的 所有十方諸內分身的諸佛 釋迦牟尼的分身佛 東南西北本來 各有五百萬億 五百億行和沙素諸佛 好了 釋迦牟尼知道 這個聚會完結了 入定 令十方諸內分身諸佛 各還本土 回到自己的國土 十方無量分身諸佛 坐寶樹下 獅子座上者 及多寶佛 並相行等 無量阿生其菩薩大眾 謝利弗等 聲聞四眾 及一切世間天人 阿修羅等 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這個已經結束了 本來 本來這個已經結束了 相行菩薩就是 從地湧出的六萬行和沙菩薩裏面的其中四個代表之一 是一個常行菩薩 謝利弗就說 這個世界的聲聞四眾 以及這個世界 十方世界的一切天人阿修羅等 個個聽完遇來 這番的開示 菩薩的法願 很開心 皆大歡喜 好了 這個本來就完結了 但是未完結 為什麼呢 還有恩怨在後面 妙法蓮花經 若王菩薩本事品 這裡這品專門講若王菩薩 如來說若王菩薩本事恩怨 正在大家準備 離開 完結這個法會之際 有另外一個菩薩問佛 以時宿王花菩薩問佛 若王菩薩運河由於 所婆世界及過去修行時跡 突然間有個菩薩就問 佛陀 你可不可以為在乎的人 去講若王菩薩呢 他到底為什麼會來這個世間呢 他過去怎麼修行呢 原來這個若王菩薩 和妙法蓮花經有大恩怨 以下下來所以出現的菩薩 全部都是和妙法蓮花經有大恩怨 如果我們在末法時期 學妙法蓮花經有任何難題 你叫他的名字 有一個在這裏 你問他 你有什麼問題 他都會解釋你的 真還是假 不信試一下 都是那句 你不試不知的 佛告叔王花 我這裏比較快些 我將重點 因為還有幾場 過去日月登 日月證明得佛 為一切諸聲聞 眾及菩薩 眾說法花經 在過去有一個叫做 證明得如來 說法花經 當時有一個 一切眾生 喜見菩薩 這是一個名字 一切眾生 每個眾生見到他 好開心 好漂亮 好圓滿 他專門咬雜苦行 整天都咬雜苦行 一心求佛 希望自己成佛 因為這樣 為甚麼呢 燕到三枚 叫做燕 得燕一切識身三枚 得到一種方 一種三枚 叫做燕一切識身 在入定當中 變一切相 與虛空中 與聖苗花 滿虛空中 供養佛 你要供佛 接著怎樣 伏置延伸 點著 用自己 灌一些蘇油 什麼油 延伸供佛 當然這些是化身的世界 不是我們這個世界 千萬不要這樣做 他這個世界當中 因為他以一個天人的身 能夠現出這些身上 供養日月靜名得佛 他覺得 沒甚麼大得比供佛 因為他感恩 明宗圓了這一生 燒了自己 又生在日月靜名得佛 國裏面 今次就在哪裏 在一個靜德王的家族出生 潔家呼助 忽然化身 這個人 因為上一生 剛剛用供佛的身 供佛 所以一出現 就成就出一種三魅力 解一切眾生語言托來 即是 不管他甚麼語言 因為所有語言 由他心裡發出來 留意一下 所以他一通心 他就不用理他甚麼話 你甚麼話都知道 那就叫做 解一切眾生語言 蘇聯話 潮州話 廣東話 甚麼話都可以 火星話 土星話 諸如此類 因為你說話 一定是由於心 他一明白你的心意 你說甚麼 你不用說我都知道 這樣解 好了 福文是法花經 八百千萬億 拿猶他等計 聽到 法花經裡面 有很多個解眾 是一月 證明得佛 當涅盤 佛陀就快又涅盤了 以佛法 諸菩薩大弟子 並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法 與及三千大千世界 七普世界 諸寶樹 寶台 及諸 是諸天 息父於 一切眾生 起見菩薩 交給他 然後於夜份入裂盤 即是說 這個菩薩 在過去佛當中 即是在這個佛當中 能夠以身來供佛 跟著完了這生 在這個佛所 一個黃的家 出世 跟著 這個又文妙法花經 因為以身供佛 這個功德力 能夠令到他聽到《妙法蓮花經》 到這個佛台入滅之前 將這個世界交給他 OK 很快說 是一切眾生起見菩薩 見佛滅到後 收取瀉利 作八萬四千寶平 以起八萬四千塔 用塔來供瀉利 我曾經問過 塔要來做甚麼 供養瀉 瀉利 瀉利意思是甚麼 有佛的骨灰 有佛的骨灰 佛法就是精神 其實法為瀉利 法中佛的瀉利 發生瀉利 好了 跟著就是 表殺莊嚴 垂珠翻蓋 原種保齡 復近公養 職於八萬四千塔前 再延百福莊嚴 被七萬二千歲 你說 燒都燒七萬二千歲 你有他本身多少歲 不要計 令無數求聲民眾 無量柯生其人 令到很多求小誠解脫的人 都發阿納多羅三妙三菩提心 看見他那種違法可以犧牲精神 勸令大眾一心要求佛這種志向 感動到所有人修行的目標 改了聖佛到眾生 皆使得住 現一切識身 三媒 不單止 還能夠令到發生的人 現到這種 正到這種三媒定力 即是說一定當中 能夠演出億萬千千萬萬的身形 現一切識身 好了 定於大眾立此誓言 我捨兩臂 必當得佛金色之身 如果我將來 我捨了這兩臂 我能夠將來成佛 會成金色的身 若實不虛 令我兩臂還復如故 如果是真的話 令我燒了這兩臂 恢復 作事誓意 自然還復 一切眾生喜見菩薩 是什麼人來的 不是今天 你剛才問 阿叔王花菩薩 你問我什麼叫若王菩薩 這個就是他 講出兩個例子 兩世寫生 你都供佛 跟著 教化眾生 發大誠心 逆聞這個妙法蓮花經 所以能夠有這麼大的力量 跟著他講 譬如一切村流江河 諸水之中 有這麼多山村 河流 江河 以海為第一 最大是海 此法花經 亦復如是 法花經 本身也是 佛法很多 濕濕碎碎 倒了 百川匯入大海 於諸如來所說經 最為心大 一切聲聞匹之佛中 菩薩為第一 即是中學生 必須要醫子大學生 菩薩為大學生 此經亦復如是 於一切諸經法中 最為第一 如佛為諸法之王 此經亦復如是 諸經中王 此經能夠一切眾生者 能令一切眾生離諸苦惱 能大搖益一切眾生 充滿其願 你想有什麼願 這部經都圓滿到你 此法化經 能令眾生離一切苦 一切病痛 菩薩在當中 他為何會苦 因為要道理 那菩薩的心會不會染苦 永遠不染苦 但是能夠示現苦 示現病痛 能夠令眾生離苦 離病痛 能解一切眾生 生死之薄 若人得此 能夠令到我們正 阿羅漢匹之佛 或者能夠令到我們得生淨土 阿彌陀佛淨土 算不算解脫生死之苦 算了 很簡單 若自書 若人得此法化經 若自己書寫 若使人書 意思就是說 書寫的作用是什麼 讚嘆 第二 流傳 如果有人印 勸人印 算不算書 作用一樣 如果將來 我們將來的餅帶 剪好了之後 再印又怎樣 更清楚 一樣 所得功得 你猜得多少功得 以佛智慧 籌量多少 得得其邊 得人驚 不是說以阿羅漢籌量 不是以匹之佛籌量 不是以菩薩籌量 以佛陀的智慧 用諸佛的智慧 諸佛的智慧 諸佛的智慧 得其邊 連佛眼都看不進 有多少功得 永遠不受女生 文事經典如說修行 於此命中 即往安樂世界 留意一下 這個安樂世界 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說的 十年往生 不是啊 不是十年往生那種 阿彌陀佛 你是阿彌陀佛的大仔 大仔來的 大宗 大菩薩宗 親自迎接 圍繞住處 生蓮花宗 寶座之上 這些是甚麼人 這些是阿彌陀佛 極樂國土 成願而入世間的菩薩宗 回去極樂國土 不是普通人 記住 不予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眾諸善根 在寶座之上 這些是法王子 或者是等國菩薩的境地 以示清淨眼根 在極樂國土見到甚麼 見七百萬二千億 那由他行俄沙等諸佛如來 在虛空無量諸佛 你見到 諸佛共贊 哇 這個人就在梳婆世間 修行妙法蓮花經 而得生極樂的菩薩摩科薩 這樣解 好了 宿王花 如於佛滅到後 喏 你問我約王菩薩 如來 有個附足交給你了 講了約王菩薩 你要宣揚喔 如來滅後 五百歲中 在五百歲之後 廣宣流報於焰浮題 你要將這部經的實意 在五族樂世到處宣揚 寶藏如來 於寶塔中 讚宿王花菩薩 善哉善哉 記得 這個法會當中 這個 多寶如來未走的 聽見這麼說 哎呀 讚他 宿王花 與成就不可思議功德 宿王花問甚麼 問約王菩薩而已 那問問而已 他就知道約王菩薩有個心願 就是想這個世界的人 學妙法蓮花經的人 必須要找約王菩薩 約王菩薩就是這個大善知識來的 佛入滅 約王菩薩入了滅甚麼 就是觀音菩薩入了滅甚麼 當然未入滅 隨時找他就可以了 二十四小時的 沒有休息的 有甚麼不明白就問他 對了 他說 你能夠 與能夠成就不可思議功德 乃能問釋家謀尼佛 如此之事 哎呀 你真是 你真是善巧 你真是厲害 利益無量 一切眾生 真是 真是佛子 讚嘆他 我們就知道了 宿王花菩薩 就是這部經的 其中一個大善知識 好了 接著下去 妙音菩薩 很快 妙法蓮花經 妙音菩薩品 第二十四 如來說妙音菩薩 本是恩緣 佛陀 剛才那個 是由宿王花菩薩問 這個 沒有人問 佛自己介紹的 彼間白毫相大光明 遍照東方百百百萬億 乃猶他行河沙等諸佛世界 啊 光一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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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去到一個 靜花縮黃至如來 你這個國土 一點的國土 衝 那個光射進去 裏面是怎樣 一切靜光莊嚴國 這個國土叫做一切靜光莊嚴 這個國家裏面 裏面有一個菩薩 叫做妙音菩薩 哇 光一照照照照妙音菩薩 這個菩薩直中得本身近無量 供養無量百千萬億諸佛 直中即是中了無量無數的菩薩根本 得行圓滿 已經供養親近無量百千萬億諸佛 而識成就神心自衛 他是不是識光妙佛年花經啊 識光了 得百千萬億行河沙等諸大三昧 你幾乎說得出的清 靜定的方法的全部通達 什麼叫三昧靜定的意思 為什麼有這麼多三昧 就是有這麼多的途徑令不同的眾生 由動盪去到清靜 由生死去到涅槃 這些方法它全部通了 識家貿尼佛 霍光照其身 射到他的身 哎呀 他說我時間到識家貿尼佛要我去 就跟自己的如來告假了 我們要去文信這個世尊 即王毅梭婆世界 禮拜親近供養識家貿尼佛 看到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薩 即是兩個法王子菩薩摩薩見到面 這個妙音菩薩就是靜花宿王至佛 國土裏面的大菩薩摩薩來的 靜花宿王至佛 好了 那你見到文殊菩薩 就兩個法王子菩薩見到面 當然要握手 互相問順一下 那 於是 不起於座 身不動搖 而入三昧 以三昧力 即是入了清淨定境 在清淨定境的力 與八萬四千菩薩 拘共法來 一入定 已經經過了很多個國土 所經諸國六種震動 產生種種的威勢 其面貌端正 新增金色 真是金的顏色 來毅似梭婆世界 其之一掘山 以價值百千英諾辭治 釋迦牟尼佛所 首先是供佛 頭面禮足 聞順誓尊 時多寶佛告妙音而 多寶余來 對著這個 在他方國土來的 妙音菩薩 就這樣說 善哉善哉 與能為供養 釋迦牟尼佛 及聽法法經 並見民主思理等 故內致詞 哎呀 好呀好呀好呀 妙音菩薩 你為了供釋迦牟尼佛 來到這裏 於是 這個華德菩薩 再會有一個菩薩 叫華德 叫花德 花德菩薩 就問 問佛 佛陀 這個妙音菩薩 是甚麼人來的呢 為何會突然來到呢 當然佛以神通力 放光 眾生不知道是 如來叫這個妙音菩薩來 來到的時候 有個花德 就問 到底這個妙音菩薩 是甚麼人來的呢 他過去種過甚麼善根 收甚麼功德 這麼大的神力 哇 一來的時候 放種種的光明 又種種蓮花 都截錄了很多 佛說 佛就講一個故事 講述這個妙音菩薩 過去有一個如來 叫做雲雷陰王佛 妙音菩薩在一萬二千歲 以十萬種技惡 供養雲雷陰王佛 並奉上八萬四千七寶伯 因為過去 經過萬二歲的時間 用種種的技惡 技惡是天人最喜歡的東西 化身的天人 在綠玉天當中 正如 不用打工 不用做事 永遠有事 幸福 那你做甚麼 你有錢都喜歡甚麼 享受 跳舞 聽歌 彈音樂 天界就是這樣生活 很快樂的 好了 他用這種方法來供佛 所以天人以雲 以香 以燈 以花 以音樂 散蓋 來供佛 莊嚴其身 是天人的方法來的 因為這種供佛 並奉上種種的寶伯 寶伯是甚麼 莊 那些食物 供養佛 供養僧 以是恩緣 果佈 今生 靜花 叔 王至佛 國家 因為這種供佛的功德 現在就在這個國土裏 善妙因菩薩已曾供養 親近無量諸佛 久值得本 很久以來已經種植了很多功德的根本 幼值行河沙等百千萬億奶油他佛 過往亦曾供養無量百千萬億諸佛 其身在此 他的身 今日來到這裏 這個就是釋迦禦來對花德菩薩 去介紹妙因菩薩 這個菩薩很奇怪 能現種種身 處處為眾生說法花經 原來這個菩薩最厲害講法花經 你不懂法花經 你記得妙因菩薩練一下他行不行 為什麼要介紹出來 有作用 不是說來做什麼 是嗎 法德是妙因菩薩 能救護娑婆世界諸眾生者 為什麼要請他來呢 佛就入滅了 入滅的時候介紹 這個世界 其他世界的菩薩摩薩 介紹來這裏 能夠救眾生的種種變化現身 他能夠現一切身 為諸眾生說是經典 你一不明白你問他 他一定教到你明白 他也教不到你 沒什麼人教到 令一切眾生 覺得所知 明白了吧 大家知道了 日後學佛 一不懂的 膽高頭合掌 南無妙因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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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這句不明白 我有這句不明白 你問他 你自己會知道 是不是呢 如人喝水 冷暖自知自己喝 於十方行河沙 世界中 易伏如是 不只是這個娑婆世界 整個宇宙去空 有世界的地方 你叫他他都認到你的 除所應度 而為現形 他可以現身 現什麼身 不要嚇我 有些就說 我於夢中見地藏王菩薩 現無邊身 是不是 有些 現實世間有人做給你看 我很記得 以前 現在出家的遣葬法師 莊文青 他說 金仔 我那時候跟人家講佛經 我說你有什麼不明白 你問菩薩 你問觀音 我不信的 我真的不明白 譬如那個乞丐 他是假的 我給不給他呢 我一想 我一問觀音 有個人在我面前做了 我立刻明白 哦 他立刻回答他 你一問即答 那這些因緣後 就這樣 因緣後的 就要做夢 因緣後的 有個人 你的念頭都未完 旁邊有個人跟你說 喂 誰啊 你這樣做 哦哦哦 哦 回答我了 快到這麼交官的 這些 這些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在你學佛的期間 一定有很多疑問 你問他 啊 問他 你一定會自己知道 好開心 因為為什麼 你身邊充滿這些力量 開心 好厲害 不神秘的 不神怪的 千真萬確 真是存在的 好了 除所應道 而現身形 而現形 乃至應以滅道 而得道者 他可以以滅道之身 來道眾生 或者示現滅道 化得 妙恩菩薩摩可撒 成就大神通智慧之力 其事如是 化得 妙恩菩薩 住 住在哪裡啊 現一切色身三昧 說明現一切色身三昧 即是一入定 就現行何沙身 都行啦 我們更加可以明白 為什麼地藏經裡面 怎麼稱讚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怎麼說呢 他說 若非如來神力 則不能作如是變化 我蒙佛接印以來 使莫不可施以神力 巨大智慧 對不對 我所分身 騙滿百千萬億行何沙世界 每一世界現百千萬億身 每一身到百千萬億人 是不是 這便是現一切色身三昧 聽上去好像很簡單 其實原理在哪裡 在妙法連花經出來 你留意一下 所有菩薩的妙力在哪裡來的 在妙法法經 是法法經 法法經是什麼 就是無量義 無量義是什麼 就是來一切相 道一切眾生 在這個基礎上 現出一切力量 能如是遙益無量眾生 說是妙欽菩薩品時 與妙欽菩薩拘來的百萬四千日 此娑婆世界無量菩薩皆得 現一切色身三昧及陀羅里 陀羅里是療效眾生 是過去諸佛所說 能夠滅無量的罪 令菩薩一撒那間 滅除困擾自己的雜氣 妄想 身後異言 乃至菩薩用這些陀羅里 療效五族惡世的所有凡夫眾 只要他能夠深深的真誠心 涉心 契合這些陀羅里 陀羅里能夠滅其 滅其罪孽 以時妙欽菩薩摩薩 供養釋家貿尼佛 及多寶塔爾 還歸本土 一聲 不見了 說是妙欽菩薩 來往稟時 一來一往 四萬二千天子 天人 得無生法人 靜安羅漢 知道 哎呀 原來沒有我 一切上都如患 花得菩薩得法花三昧 發花三昧 因為看妙法年花經 聽妙法年花經 這一個恩怨而入定 我因為念佛而入定 叫做念佛三昧 我一聽到滅發花經當中 能夠不守定 不是一個守定 我進去 不是 一聽 心一放下 就顯現殖滅大定 不用沒有造作的 不是做出來的 沒有進出的 而顯現的意思 得法花三昧 在三昧定景 能行一切妙法 好了 很快了 還有幾品 妙法年花經 這也是同樣幾重要的一品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第二十五 佛說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回答這個無俊義菩薩的問題 以時無俊義菩薩就問佛 觀世音菩薩以外恩怨名觀世音 為何在妙法年花經 問這個菩薩呢 因為這個菩薩修行什麼法 妙法年科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現一切色身三昧 這些品當中 是講述 這個菩薩能現一切色身三昧 佛督無盡依菩薩 好啊 你問得好 善男子 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 受諸苦怒 文時觀世音菩薩一心清明 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 皆得解脫眾生重難 所以要我們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 便得離欲離真離癡 若有眾生恭敬禮拜觀世音菩薩 福不堂堅 不會白白做的 你禮一禮 那一禮很大作用 你共一共很大作用 你清明很大作用 不會白做的意思 事故眾生皆應受慈 觀世音菩薩名號 若有人受慈 供養六十二億行和沙菩薩 飲食、衣服、餓具、衣藥 與受慈、觀世音菩薩名號 乃至一時禮拜供養 得福正等無二 如果一個人盡一生 去供養六十二億行和沙菩薩 所有衣食、餓具、衣藥、飲食 受慈禮拜 但跟另外一個人 一時禮拜觀音菩薩 兩個人所得的功德一樣 是這樣的 你說這個菩薩幾不可思議 能夠在百千萬億劫 如果我沒有說錯 所有來這裡的人都是拜觀音 或者對觀音都有好感 都尊敬觀世音菩薩 為甚麼呢? 我發覺這二十幾年來 這三十年來 我去那地方去廣經 全部菩薩安排 觀世音菩薩安排 觀世音菩薩你求過他 你就沒多久見到我了 為甚麼呢? 他安排嘛 我怎敢不做 你明白了 OK 將來求過觀音都見到你們了 因為你在他面前發句完 一樣的 所以 乃是一時禮拜正等無二 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窮盡 沒有窮盡的 觀世音菩薩以種種形 種種的形象 由諸國土 由化諸國 道脫眾生 在步衛及難之中 能思無畏 他專門是道甚麼人 善根斷盡的人 留意一下 在碑花經裏面 這個菩薩尊到一些善根盡 無依無助 無人依靠 還記得觀世音菩薩的名字 觀世音菩薩 一時就道到他了 所以 他是 他在梳婆世界的慈悲的救主 不得了的 是故梳婆世界皆好之為 私無畏者 是故與等應當一心供養觀世音菩薩 佛都叫無俊意菩薩 你們所有菩薩 你們所有學大成的人 一定要供養觀世音菩薩 時觀世音菩薩 摩科薩 無俊意菩薩 即解頸中 種寶珠英諾 供養觀世音菩薩 以時觀世音菩薩 初初不要 後來佛叫他要 當敏此無俊意菩薩 仇此英諾 觀世音菩薩 將這個英諾 分為二份 一份奉釋加茂尼佛 一份奉多寶佛塔 說是普門品時 眾中有八萬四千眾生 皆發無等等 阿納多羅三妙三菩提心 即是甚麼 我要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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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令一切眾生成佛 這樣叫做 發無等等 阿納多羅三妙三菩提心 好了 接著是二十六品 妙法蓮花經的陀羅利品 這裡只是說 很多菩薩在這裡獻咒 即是說 我要守護這幅法法經 我要守護這幅法經修行的人 獻出過去諸佛所說的咒 菩薩說 陀羅利守護法法經 以時若王菩薩說 六十二億行河沙等諸佛所說陀羅利 守護授詞法法經者 咒你看那裡 聽回錄音 以時勇斯菩薩說 行河沙等諸佛所說陀羅利神咒 勇護獨眾授詞法法經者 無令惡是橫是 騷擾這個修行的人 以時皮沙門天王說神咒 勇護法師 亦親自當戶詞是經者 令百猶尋內無諸衰還 大家為何知道上來這麽舒服的原因 為什麽呢 因為有這麽多人在這裏 個個都正規軍來的 不是開玩笑 以時慈國天王 亦以四十二億諸佛所說陀羅利神咒 勇護持法法經者 這些分別是説諸天鬼神 獻咒 以時十羅撒女 這些羅撒 遊行世間 多惡小善 為什麽呢 他有些是私職 私職的惡人要怎樣 降災 善人要怎樣 守護 那麼惡人多還是善人多 惡人多 叫多惡小善 他不想的 但是他私職要做的 他說這些十羅撒 與及鬼子母等 併其子 眷屬 驅毅佛所 去到佛的根前 說咒 擁護獨眾壽詞 法法經者 令其 除其衰還 所有他的業力 好衰都好 清除他 不單止 不損害 守護他 清除他的衰還 說是陀羅尼品時 六萬八千人 得無生法人 一講這些 在會的人 都有感受 妙法蓮花經 妙莊嚴皇本事品 這個就是佛講回 妙莊嚴皇 他的本事恩怨 好了 最後 尾爾了 開始了 於是佛告大眾 佛就突然間講述了一個故事 過去有佛 名雲雷音 叔王花 智佛 他的國家叫做光明莊嚴 他的劫限叫做喜見 國裏面有一個妙莊嚴皇 有一個皇帝 他很有福德 其皇夫人 名靜德 他的皇后叫靜德皇后 有兩個兒子 一名靜壯 二名靜眼 是意子 有大神力 這個妙莊嚴皇 和這兩個兒子 和妙法蓮花經 有大恩怨 看看吧 福德自衛 九修菩薩所行之道 原來這兩個兒子 成縣而離 一聽就認識 對不對 不要熟 一聽就明白為什麼 九修菩薩所行 四弟就是 苦習滅道 十道 大家知道什麼叫十道 十波羅蜜 這個十道是十波羅蜜 布施慈禧 忍辱精進 禪定般若 方便願力至 名為十道 慈悲喜捨 全部明白了 即大成妙法 懂不懂 懂了 及諸三昧 不止 還入到 種種三昧 知道了三昧的清淨 合於不同的願力 產生不同的變化 皆識明了通達 但是可惜這個妙莊賢王 信守愛道 但是生兩個兒子 是菩薩的兒子 其父信守愛道 於是 兒子念其父故 阿哥 我們 影響阿爸 不要叫他信愛道 阿爸 不知道兩個兒子 這麼厲害 是吧 誰知道兩個兒子 是個兒子來的 通常老爸怎麼看兒子呢 別說什麼 是這樣的 是本的 誰知道兩個兒子 這麼厲害 除了你 有些例外 OK 於是 兒子念其父故 永在虛空 說明入三昧 有神力 就在虛空 阿爸沒見過 嘩 種種神變 嘩 在上身可以出火 下身可以出水 轉眼睛 上身可以出水 下身可以出火 嘩 種種神變 現一一身形 嘩 父見子神力 心大歡喜 唉呦 我兩個兒子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得未曾有 歡喜開心到不得了 誰教你的 你跟誰 我跟老師 雲雷音叔 黃花至佛 唉呦 我也要見你的老師 是不是呢 So-So-Call-ly 老爸立刻要見自己的老師 多開心 兩個兒子 阿哥 搞定 於是 義子 求母 許其出家 那麼這兩個兒子呢 啊 就 就 靜眼 和這個 靜狀 靜狀靜眼 就求母 阿媽 阿媽 我想跟佛陀出家了 我想做 做比丘 我不要世間的事 唉 阿媽說好嗎 當然好 好到不得了 求母出家 是 彼時 妙莊嚴皇后 公八萬四千人 皆識 堪任 授辭 法花經 真的出了家 妙莊 這個 這個 雲雷音叔 黃花至佛 雪滅 法花經 當然 這個 皇后 和八萬四千公女 聽完之後 全部都能夠受辭 這個 法花經 靜眼菩薩 悅法花三昧 久以通達 留意一下 不是這一生 他碰回 你碰回 你碰回 你一見到 你搭了堂 你很熟的 很簡單 有些人喜歡唱歌 一唱歌 他就 一聽到音樂 他就喜歡 當然是自然的 這些是過往縮世的 好了 這個 已經是法花三昧 九二通達 正葬菩薩 以於無量百千萬億劫 通達離諸惡趣三昧 在清靜當中 能夠令一切眾生 遠離惡趣 欲令一切眾生 離惡趣故 其王夫人 得諸佛集三昧 佛集種種諸佛的三昧 集合的三昧力 諸佛的三昧 都能夠通達 能知諸佛秘密之狀 最遠是秘密之狀 三昧就是清靜 再是秘密 就是妙法 最清靜的 最秘密的 怎可以在清靜 能夠有妙友 我們說色空圓融 真空妙友 真空就知道 沒有空就真空 妙友在哪裡 妙法 妙法是甚麼時候 沒有開始 亦沒有完結 有虛空一日 就有妙法 算不算秘密呢 這個便是無量意 這個便是妙法連花經 如來便是具足這種力量 所以才能夠成所作 和大圓鏡 如果沒有妙法 沒有成所作 成所作至成就不到 大圓鏡至亦成就不到 好 好了 二子如是以方便力 善花其父 這個 這兩個兒子 靜撞靜眼 真是乖兒子 是否報佛恩 是否報父恩 令父親歸衣三寶 令媽媽入佛花三會 厲害嗎 厲害了 爸爸怎樣 好爭佛法 是以時匹佛 為王說法 是教令起 嘩 聽到是教利起 哎呀 大歡喜 大的利益 王大歡樂 聽到那個皇帝 哎呀我從來沒聽過 原來這麼厲害的 那些外道 嘩 沒得比 是雲雷陰 宿王花至佛 就告四眾 就告訴在家 出家的四眾弟子講 與等見是妙莊王 妙莊賢王 大家見不見到今天這個王 這個大王 於我前合掌 立否 你們見不見到他在我面前合掌 站在那裡 此王 我告訴你 這個王 於我法中 將會出家 做彼優 精勤收集 好精進勇猛勤勤收集 助佛道法 宣揚佛法 宣揚佛道 將來當得作佛 一定可以成佛 毫梭羅樹王 他將來成佛的名字叫做梭羅樹王佛 國明大光 傑明大高王 其梭羅樹王佛 有無量菩薩眾 及無量聲聞 其國平靜 功德如是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妙莊賢王 修行成佛很容易 都不辛苦 你有沒有留意到 生了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就引他 接著他見到王歸衣 歸衣之後就 接著在皇上這樣恭敬 接著就皇就仇記 將來成佛 是不是很簡單 你說這個是什麼人 怎麼可以有兩個菩薩仔 你可以知道 推論到這個是什麼人 這個是不是完全福德智慧圓滿的人 是因緣的示現出 這個是不是很容易 他成佛很容易 他本身已經是近成佛 近菩提了 所以一自然招禁有兩個兒子 這些就是過往的無量善根 招禁回來的大福德 他見佛是不是很容易 很容易 又佛的仇記又很容易 看得到 這個皇絕對不簡單 其皇即時以國附帝 哎呀 老師都這樣說 弟弟 我國家給你了 你搞定他 我有些很重要的東西 那就出家 與夫人二子 並諸眷屬於佛法中 出家修行 留意一下 這個是很值得 佛陀講的一個例子 王出家二 於八萬四千歲 常勤精進 修行妙法花經 有什麼理由一出家 就學到妙法蓮花經 還要經過八萬四千歲 即是說這個人 是根本大菩薩來的 是吧 過世以後 得一切淨公德 一切淨公德 莊嚴三枚 直勝虛空 二百佛言 世尊 導師 老師 世間最尊貴的導師 梵文藝 叫做斑家花 即是薄騎梵帝 譯音 叫做世尊 《此我意志》 我這兩個兒子 以作佛事 以神通變化 轉我邪心 我以前信外道 全靠我兩個兒子 寧得安住於佛法中 得見世尊 能夠見到世尊 教我妙法蓮花 另外呢 就是助長這種 哪一個善同修 都是我的善知識 都恭敬 是一樣的 諸佛就是這樣 你留意一下 你看看 這個佛也好 這個菩薩也好 你互贊的 留意一下 這種風氣來的 以時雲雷陰 叔王花 至佛 告妙莊賢王 佛就這樣回答他了 如是如是 對 對 講得好 大王 如語所言 好像你這樣講 此意志 這兩個兒子 已曾供養六十五 百千萬億 來由他行河沙諸佛 親近恭敬 於諸佛所授持 法花經 敏念邪見眾生 那你便邪見 是啊 我信外道便邪見 令住正見 令到他住在正見當中 佛高大眾 看看這兩個人 鐵宗了 這個妙莊賢王 佛高大眾 妙莊賢王 即今 花德菩薩 因為他剛才問 花德菩薩就是你 其靜德夫人 今佛前 光照莊賢相菩薩 這個就未出現過 現在出現過 其二子者 很熟悉的 誰 若王菩薩 若上菩薩 專門現一切身形 行順一切眾生 你怎知道那兩個兒子 是 若王若上菩薩 就道些邪見的眾生 去辦的邪 今天便做了花德菩薩 OK 留意一下 花德菩薩在會的菩薩 所以佛便說回妙莊賢王的故事 亦都再一次告訴大家 若王若上菩薩 在這個世間等著你叫 好厲害 成就如此諸大功德 以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所 值眾得本 成就不可思議諸善功德 若有人 有人 識二菩薩明智者 記得了 什麼菩薩 搞定了 記得 記得這件事 識了他 還有 他不是小說人物 你不要當他小說人物 不是郭靖、黃蓉 那些虛構 在佛經講的是真實 真實的意思是 你一念他正在認你 你一念便通 所以我看佛經 和其他人看佛經 我不知道分別在哪裏 但我的分別在哪裏 我一看 我就正在用 我即用 即用 即用 那麼 約王菩薩 那麼 約上菩薩 即刻知道 OK 一切世間 諸天人民 逆英禮拜 這個就是講這一品 極的目的 那我們要不要禮拜 唉 介紹了很多妙音菩薩 觀音菩薩 約王、約上菩薩 一講苗法蓮花經 就是以他們為師的了 佛說是妙莊賢皇本事品 是八萬四千人遠離陳舊 於諸佛法中得法眼淨 看到佛法很清淨 好了 最後這一品 好快 這個 妙法蓮花經 普賢菩薩 勸法品 第二十八 嘩 越來越多大善知識 你想不疼也不行 即是說妙法蓮花經 多開心 因為我最開心 因為沒有得不明白的 普賢菩薩 勸法品 這個法王子菩薩不得了 以時 普賢菩薩於寶威德上皇佛國 剛剛去到寶威德上皇佛國 修行普賢行願的普賢菩薩 遙聞此娑婆世界 嘩 聽見釋迦牟尼佛在這個世界說 發發經 與無量無邊百千萬億諸菩薩中 共內聽壽 即刻回頭回來 聽釋迦牟尼佛說法 為願世尊為說 善男子善女人 於如來滅後 運何能得是法發經 這個給你參考了 特意不給答案先看 我看佛經是這樣看的 那個問題是什麼來的 他在問釋迦牟尼佛 如果將來有善男子善女人 在如來滅後 正法好 像法好 抹法好 我想聽這個妙法尼佛經 他什麼因緣才可以聽得到呢 將來如果你明白了之後 你為眾生說 你看看具不具足這些條件 不具足的不要輕說 具足的必說 OK 看看吧 那應該怎樣 大家想想想 要什麼條件才聽到 想想吧 普通人不行的 咬小法是可以嗎 不行 一定是趨向大乘 一定是恭敬 一定是恭敬 而且他們是平等 沒有論識的 留意一下吧 看吧 佛告普賢菩薩 善男子 善女人 如果有人能夠成就四法 於如來滅後 當得是法發經 如果有眾生 合乎這四個條件 這些人一定會 當得就是必得的意思 當定當得遇到這個法發經 一者 什麼呢 為諸佛護念 什麼為諸佛護念 先問你 什麼人可以讓諸佛護念 只有歸依佛 歸依法 歸依真 真心修行的人 對不對 如果我 我看你對不對 那些一定不行 所以一定要打開心 坦誠 歸命三保 依法奉行 第二 直中得本 不是一朝一夕 不是一時的發心 是已經 又對自己有抱負 很想 種植更多的功德根本 例如諸佛莫作宋善奉行 遙益眾生 三者 入正定罪 當然 這裏是指 達義成警 正定罪者 就是靖阿羅漢正匹之佛 這些根基的人 第四者 發救一切眾生之心 這樣的人 一定遇到妙法煉花境 你說我未入正定罪 我都未發救一切眾生之心 是不是 你們有沒有 入了正定罪未 好像未 第二 你有沒有發救一切眾生之心 我 我都想的 不過我未正式發 有沒有 但為何都聽到 你知不知道為何 只是個答案 就是 你們以前聽過 以前發過 不過現在 忘記了 好像 梅立菩薩 為何聽這個 佛話你聽過 不過我忘記了 這樣才能聽回 沒有因緣聽不回 聽了之後你會不會發 我就會發 是不是 聽了那麼久 你會不會抗拒 絕不抗拒 你願不願 我願意 這個法叫醒你 第四 發救一切眾生之心 善男子善女人 如是成就四法 於如來滅後 必得是經 必得是經 為甚麼 原來由佛入滅以來 有無數菩薩 未停過 這樣講這部經 不過很隱悔 因為有因緣的人 才能聽得到 才能聽得明白 才能聽得明白 以時普賢菩薩 簡著發言 發言 守護受慈是經典者 聽聽這段 講得出 一定做到的 因為為甚麼 佛入滅後 普賢菩薩未入滅 直至到阿日多成佛以來 普賢菩薩都不入滅 你不用怕 還在做事 我當 我一定 我定當 成六雅伯將王 與大菩薩中 驅毅其所 去到他 說法的地方 修行的地方 而自現身 供養守護 我親自現身 不是說我遙遙 互念那麼簡單 我親自去到 但他親自去到 你未必見到 在這個靈嚴經 普賢菩薩說 他正元通的期間 他說 眾生 在他方行沙界外 有任何眾生 心中發起普賢行 我於以時 成綠牙白象 親自現身 眾體象心 未能見我 他又講一句 這樣說話 我為其人 暗中摩頂仇記 成就他所有的修行 換句話說 你發普賢怨 你得普賢菩薩 你發 以妙法連花經修行 普賢菩薩都護理 做你護法 這樣解 可不可以 誰護理法 十方諸佛 無量菩薩摩薩 接著我問 為何他要護理法 因為你是 未來諸佛 可不可以這樣說 絕對是 因為這部經一定令你成佛 所以法化經 經中之王 他的力在哪裏 是怨力 無數諸佛菩薩的怨力 涉在這個法化經 法化經也流露一切諸佛菩薩的所有大悲怨力 在這裏 他說 我會親自現身 供養 守護 他不是說 我現在看著你 不是啊 恭敬供養 守護於你 師人 思惟 此經 如果大家回去 揭本 妙法連花經 先參三清 本師釋迦牟利佛 再念文殊 普賢菩薩的名 再念 若皇 若上菩薩的名 再念 妙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的名 你想不明白 我覺得都很難 真是這麼多一級老師 這些算是一級老師 超級老師都守護於你 你不能不明白 有所忘失一句一句 我不記得那句話是怎樣的 沒有記得 你記得 有時你再翻看 翻看之後你記得 有時你在腦裏便想到出來 我當教知 我一定教他 與共讀眾 一起讀 所以你讀得兩讀的時候 你好像不用力的 好像浪浪上去 他跟你一起讀著 在你的心裡跟著你讀 所以我們有時讀經也好 心裡好像在讀著 耳朵好像在讀著 其實你要知道 旁邊的人有人跟你一起讀 與共讀眾 還靈通利 還會令到你很通達 很銳利 很細微都可以看到 以時授詞讀眾法花經 這 將來 凡是讀過法花經的人 會怎樣 得見我身 一定會見到我的色身 見到我的色身 開不開心 唉呀 我終於見到老師了 甚大歡喜 轉伏精進 因為見到身更加順 嘩 好開心 以見我故 值得三回 入於精神解脫 及陀羅尼 能夠授詞很多陀莉尼 約後逐惡世中 求殺者 希望找法花經的人 不要退心 授詞者 我發願授詞 讀眾者 我要記熟他裡面 讀背給別人聽 書寫者 我寫好書法 流傳於世 一句句法語 表了他做書法 用修習是法花經 如果真是用修習這個廟法法經 能夠在日常生活當中 匹一個時間 三七日中 或者一七日中 即是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或者你可以計算他二十一日 應一心精進 如果有人 有時間的 我依法花經 我讀 寫 講 解 入定 全部以法花經所做的話 滿三七日以 在二十一日後 我當成綠牙白象 我一定會成綠牙白象 與無量菩薩而自圍繞 以無量菩薩親自圍繞這個人 以一切眾生所起見身 所有眾生最喜歡見到的樣子 我現其人前 我就為他延伸 而為說法 為他宣說 描發法經 事教利起 展示如來所教 利益他們 令到他們生大歡喜 易伏與其陀羅利咒 為他們宣說 諸佛所講的 甚深秘密神咒 能夠滅無量罪 開無量的智慧 轉復利落無量眾生 得是陀羅利故 得到這條陀羅利 無有非人 即是異類眾生 千美妄兩夜叉羅撒 能破壞者 可以傷害這個修行人 亦不為女人之所惑亂 不會被女色所迷惑 我身亦至上護士人 我身亦會親自守護這個人 不會被其他的惡事騷擾這個人 職於佛前 而說此陀羅利咒 接著就說一個陀羅利咒 接著再講 換了這個神咒 講完神咒 接著講 若有授詞法花經 行厭浮提者 如果有授詞法花經 在厭浮提 在這個 迫不堪忍的世界當中 能夠說妙法蓮花經 能夠行妙法蓮花經 這個人是甚麼人 當之佳時 普賢威神之力 所以將來 發過普賢縣的人 一一可以聚足 行法花經的能力 一定 你不叫他都會做的 為甚麼我這麼有信心 你們這個弘法導師培訓班 個個將來都能夠 變才無礙 深入經濟 通達佛法 能夠應病與弱 是因為這些法的威力 我知道 我領教過 我知道 實行得 若有授詞讀眾 正益念 解其易趣 如果有接受行詞 讀眾 正確去施益 正確去想念 解明他的實意 他的中趣 他的指引的方向 而如說修行 當之是人 要知道這個人 本身就是行譜言行 禮敬諸佛 稱讚如來 廣修供養 隨起功德 懺悔業障 請傳法輪 請佛住世上除佛學 行信眾生 十願他完滿了 他正在做緊 於無量無邊諸佛所 已經在無量無邊諸佛國土 心中善根 如果不是 不可以在藍炎剖題 做這件事 做不到的一般人 為諸如來 為一切諸佛 手摸其頭 摸住他的頂 我今以神通力 我以神通之力 守護士經 守護這部妙法法經 於如來滅後 嚴浮題內 在釋迦如來入滅之後 在藍嚴浮題這個世間 廣令流報 史不斷絕 不會令他斷絕 你猜我們在這裏講 是否普賢威神力 再講一件事 我自己都奇怪 我在這個世間 第一專供的菩薩 就是普賢菩薩 我不認識的 很漂亮 這張很漂亮 很純 這張就喜歡 我供到現在 在家裡 即是說 原來我一碰佛法 已經是普賢菩薩 接引 所以我覺得是有恩怨的 這些全部是他安排 我照做 這意思 因為我是演員 我劇本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將來大家都一明白了 都是一樣的 好了 是不是很安穩 好啊 首座是經 有你的首座 法王子菩薩摩可薩 法願守護坐慈 爸爸媽媽是否很輕鬆 老師是否很安心 佛直也說 佛當以神通力 協助你 守護能授持 普賢菩薩明者 哪一個授持普賢菩薩 得諸佛的護念 守護這意思 這本法花經 自從第23、24、25、26、27、28 後面這些 其實是完結了法花經的內容 是講著將來有幾多菩薩守護妙法花經的力量 助詞的力量 你一明白了 成報妙法年花經28品 你知道了 由開始的第一品 一直到最後 普賢菩這個神力 獻奏 守護品 我們會知道 原來 這個世間 無論去到哪裡 諸佛充滿 我們不需要怕 有任何東西 若有授持獨仲正 憶念 收集書寫 是法花經者 當之是人 則見釋迦牟尼佛 等如見到釋迦牟尼佛 因為釋迦牟尼佛 出現 就為法花經的內容 如從佛口 好似在娛樂的口中 文齒經典 聽到這部經一樣 當之是人 這個人 這個人怎樣 心意則直 不咬曲的了 聽完之後 我叫你去騙人 不行 心意已經是直不甩的了 有正義念 他想什麼思維都很正確的 有福德力 這個人 是人不為三獨 即是貪真痴 所怒 貪可不可以困擾你 一會兒你就 有貪念 唉正常 有他喜有他面 真猛症 唉正常 有他喜有他面 愚痴 不聽人說 一知就已經不愚痴 有他喜有他面 不會被他煩惱到的 亦伏不為 亦都不會再為 什麼 不會再被疾道 好厲害嗎 好厲害嗎 一見到人厲害 哎呀難得 唉好啊 見到凡是好東西 不生氣不但止 不妒忌不得 讚嘆 我慢 我最高 斜慢 哼 我的法才是正 那些法不夠了 邪慢 爭尚慢 爭尚慢 好似 你是誰的 你是 我徒孫的徒弟 你叫我 你叫我 是不是爭益一倍 爭尚慢 爭尚慢 鎖老 會不會 老亂他 烦到他 不會 詩人 有個特點 小慾 沒什麼慾念 因為他只有慾念 就是盜眾生 寧眾生成佛 是不是很少 你不可以說他沒有慾 很大肉 不過 範圍很少 知足 很珍惜現在所有的東西 知足 能守普賢之行 能夠 普賢的十願 他全部都能夠做到的了 此人 記住 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 不可以來這個五族惡勢 在末法時期去為你宣說這部經 不久當魏道場 你們將來明白了之後 都可以說 你記住 說的人 不要染 說法的人 不要著想 發胸座 披如來猶和忍肉依 入如來的大悲失 再如來的發胸座 沒多久 就會成佛 破珠摩仲得 三秒三曝提 轉法輪 激發鼓 吹發羅 語法語 第一個語是動詞 法語是名詞 即是說 落降那些金路 洗敵眾生 當座天人大眾中 將會 在一切諸天人民的大眾當中 不但無謂自在說法 師子座上 若見授慈是經典者 當喜遠迎 遠遠你就要公認 當如敬佛 好像敬佛一樣 因為他在說的是 如來最秘密的法門 最深深的法門 他說完了 要敬余佛 說是普賢勸法 等時 行河沙等無量無邊菩薩 得百千萬億船陀羅尼 種種利落眾生 自利利他的陀羅尼法 三千大千世界未曾等 諸菩薩 佛具普賢道 即時圓滿 具足普賢的行願道 佛說是經時 當佛講到這裏的時候 普賢等諸菩薩 謝利弗等諸聲民眾 及諸天龍人非人等 一切大會 皆大歡喜 以授詞佛語 作禮而退 妙法蓮花經 終結了 在這裏正正式式 大眾聽完普賢菩薩 發言釋迦如來 讚嘆之後 看見諸天無量世界 哇 很多菩薩 具足普賢行願 具足普賢的修行方法 具足普賢行願 自然具足妙法蓮花 所以有些人 普賢行願 是法法 是《花炎經》講的 《華炎經》 《華炎經》是佛初說華炎 對無數法身菩薩 天界的菩薩 講大乘菩薩的行為 原來又是妙法法經 講法法經 又是講花炎狀態 什麼叫花炎 年花海匯莊嚴世界 那什麼可以令到世間 會變成年花莊嚴 妙法法經 對不對 所有五族惡世的人 全部變成大菩薩 我們說莊嚴佛土 菩薩混合莊嚴佛土 菩薩莊嚴佛土者 誓願去一切為土當中 作眾生不請之有 和光同塵 行順眾生 不管他逆行菩薩好 順行菩薩好 不管他用大威德好 不管他用常不興菩薩 這種恭敬卑下也好 現一切身仍然種種法 轉我們的心 歸敬三寶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致正其義 發大誠心行菩薩道 具足普言十元 遍滿虛空 然後安住無量義法門 從一發生 無傷 無傷即是般若 過去現在將來 現一切如患的身上 行順一切眾生的諸根性慾 圓滿他們的願望 然後安納他們 在成佛的道路裏面 因為眾生無量 說法無量 說法無量 意亦無量 記不記得 我講《妙法蓮花經》 就是講《無量義經》 就是《妙法蓮花經》的妙法 就是無量義 要行順過去現在 將來虛空一切眾生 那你的生命即是多少 就是過去現在的將來 行順一切眾生 即是騙滿 那就行譜言願 是不是圓滿 行苗法蓮花 住於當中無住 柔和忍欲依 行大悲法空座 是不是有一樣 留意下 這樣的法 名為世上第一稀有之法 《金剛經》講《離一切相》 但是要行一切善法 現在很多人在《金剛經》 沒有講一切善法 就是講離一切善 如果離一切善 不行一切善法 就是二成 去了《星文言國》 原來菩薩是怎樣 離一切善 要行一切善法 甚麼是一切善法 過去現益萬身形 現在現益萬身形 將來現益萬身形 所以凡是行妙法的人 都一一能夠現一切悉身三昧 能夠展示一切身形 能夠方便行順一切眾生 這個法名為妙法 今天可以講說 雖然過了很多時間 但是終於圓滿了 《妙法蓮花經》的二十八品的大綱 雖然沒有整本《妙法蓮花經》 我們第一次先講了《妙法蓮花經》 二十八品的美品重點 再完結之後 我不怕繁複 希望大家都 我相信大家聽下去 都不會怕的了 因為再複一次 因為複一次有它的價值 這些文字 大家可以做紀錄 但是其實在網上已經列印了 你可以下載出來 就不用刷得那麼辛苦 好了 我們一齊起立做個回向 我們今天圓滿講解《妙法蓮花經》 但願諸佛的護念 護念我們所有的人 包括宣講、聆聽 以及法願依法、法經修行的人 令到他們所願促成 更加希望以此回向 我們的《妙法導師》培訓班 能夠得到諸佛的護念、菩薩的護念 能夠令到所有學員 很快能夠融會貫通 三藏十二部的精華 希望能夠堅擔起 《妙法》離身的重責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齊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供成佛刀 皆供成佛刀